第二千四百零三章驱毒 他所说的完美掌控 也不过是现在能够催动 四灵神火百分之一的威能罢了 但是对于圣王境界 这已经是极限了 实难想象 当初那几个被他掠夺原火的家伙 是如何收服这几道原火的 既然如此 那就准备开始吧 沐云看住二人 点了点头 三道身影 盘膝坐地 一缕火焰 从沐云掌心浮现 子弟山峰内 沐云端然正坐 在其身前 封玉儿和子青烟两女 后背暴露在沐云眼前 两女此刻也是感觉颇为尴尬 他们也没想到 沐云所说的疗伤 居然是需要他们两人退去衣衫 背对住他 这家伙若非是一脸正经地说出此话 两女根本无法答应 此刻场面略显尴尬 而李奥雪为了避免这种尴尬 钱翠直接离开此地 躲到角落 开始吧 儿女此刻沉呼一口气 沐云此刻点点头 手掌挥出 或 一道火焰在此刻生腾开来 炙热的恐怖温度 一瞬间生腾 此刻 封玉儿和子青烟两女背后的黑色掌印 深入骨髓 看起来这实是恐怖 沐云咬了咬牙 双手分别踏印到那掌印之上 刹那间 一股炙热的恐怖温度 将两女身体几乎是贯穿 这一刹那间 两女能够感觉到 体内磅扶一片火海燃烧开来 你不能轻一点吗 子青烟眉头颈簇 忍不住抱怨道 我已经很轻了 再轻的话 只怕这圆火也无效果了 子青烟 你就忍耐一下吧 否则古毒缠附 就算是圣皇出手 也会变得很麻烦 听到此话 子青烟扎扎嘴 不再多说 他也知道 这种古毒 如果不赶快剔除 对身体会有多大的创伤 沐云此刻全神贯注 双手火焰弥漫 丝丝渗透进入两女体内 四灵神火不断冲入两女体内 将那些古毒 一丝一毫的剥离 这种情况 足足持续了一天一夜时间 方才结束 沐云脸色有些苍白 呼了口气 好了 两女此刻气喘吁吁地穿起衣服 身上早已经是香焊淋漓 这种疗伤 对她们来说也是极大的负荷 沐云手掌一挥 一团黑色的毒气 在掌心浮现跳动 性不辱命 全部消除 听到此话 两女皆是呼了口气 彻底放心 既然如此 我们在此地修行几日时间 便想办法离开 风域而彻底放心 古毒清除 加上沐云那神秘一伙的威能 她的身体 庞扶是得到了洗礼一般透彻舒畅 就这么离开 你甘心吗 子清烟此刻却是突然开口 子姑娘 你是想 那灵澈和洛斯特 不还在坚持住寻找我们吗 子清烟嘴角微微上扬 道 我们二人 或许杀不死他们二人 可是既然那些家伙想搜寻我们 一定会散开 他们两人是圣王极未尽 其他人可不是 此话一出 沐云也是目光一闪 我此行乃是为了克利斯 沐云坦承道 我与克利斯相识一场 若是看住他就这么被人拿去 不知道会遭受什么磨难 于心不忍 你倒是很有爱心 子清烟看向二人 道 怎么样 玉王殿下 此番你损失人马 这么灰溜溜地回到天津玄蛇族 只怕也不好 风玉儿眼中 寒芒逐渐凝聚 既然如此 那就让他们也损失一些人手好了 子弟山脉 面积颇为广袤 在昆虚界内 也是有名的一座山脉 此时此刻 子弟山脉一条山川之间 四五道身影小心翼翼 查探住四周 都仔细点 大公子说了 找到那几个人的气息 立刻禀告 一旦找到 赏一万四品原石 一万四品原石 即便是对 圣王中未尽 都是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和统领 听说那风玉儿和子清烟二人 中了大公子的蛊毒 一身实力消失大半 你小子 可别想着什么歪主意 那和统领喝道 就算那两个女人 一身实力降低 可也是圣王级未尽 你小子只怕还没品尝 就被人家宰了 哈哈 其余几人 也是哈哈大笑起来 几位说的 可是我妈 正在此刻 一道笑声 徐徐响起 嗯 快放讯号 可能来不及了 一道冷漠的和声响起 突然 一道枪影 在此刻直接杀出 副灵斩 低刻声响起 沐云一枪杀出 赤灵虽为三品圣器 可是内涵九届气服 威力绝对不逊于四品圣器 而顾灵枪绝 在皈依手中 演化成完整的四招 化作传承 直接汇聚到沐云脑海内 四招可以说 被沐云完全掌控 一枪刺出 那一道原力 凝聚成绳索一般 搅动缠缚 像几人 这一幕 发声太快 几道身影 根本没反应过来 被那原力阻挠 刷刷 而风玉儿和子青烟二人 此刻更是一步跨出 杀气腾腾 出手间 狠辣杀招 毫不客气 冲向几人 轰轰轰 山川间 轰鸣声一浪浪响起 那五名圣王小魏靖 钟魏靖的高手 瞬间毙命 转眼间 三人会合一处 这是第五波了吧 子青烟淡笑道 看来 洛斯特和林澈两个家伙 是住急了 他们不住急才怪 风玉儿哼道 此事若是被我族长知道 绝对饶不了死灵工会 和矮人族 子青烟依旧笑道 放心 他们两族 以后别想有好日子过了 子灵血绝的巡回 无疑于会大大增加 子灵族的发展速度 到时候 矮人族和死灵工会 皆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不多时 四人身影消失在山脉之间 继续寻找目标 而同一时间 子弟山脉另一处山川之间 十几道身影聚集 那十几人之间 围首两道身影 此刻皆是脸色难看 可恶 灵徹脸色冰冷 喝道 纳封玉儿和子青烟二人 居然完全好了 到底是谁出手救了他们 灵徹公子 洛斯特阴阳怪气道 看来你的死灵谷独长 修炼的火候还不够啊 洛斯特 你这是什么意思 纳封玉儿和子青烟 本来就是天津玄蛇一族 和子灵族的佼佼者 若不能一击必杀 手段颇多的他们 恐怕难以对付 我没什么意思 洛斯特 咧了咧嘴 道 这几日时间 我们调前来的高手 损失了十几位 继续下去 恐怕损失会更大 眼下 最重要的是 纳克利斯 关于 风玉儿和子青烟 带我们寻找到 盘古真火 这两族 灭亡也是早晚的事情 你的意思是 与其在此地耗着 不如撤离 洛斯特个子不高 可是说起话来 颇有气势 现在撤退 能够及时止损 而且足内 对克利斯的研究 也需要时日 一旦找寻到 盘古真火的讯息 再做打算不迟 听到此话 灵彻心中暗恨 他知道 洛斯特说的法子 是最可靠的 眼下 唯有如此 别让我知道 是谁救了 风玉儿和子青烟 否则 我定让他后悔 来到这个世上 听到此话 洛斯特也是苦涩一笑 既然如此 你我双方就此败便 踏日再见 洛斯特带着人马 离开山脉 灵彻此刻 也是带着众人 朝着山脉外围前行 撤了 一道惊讶的声音响起 子青烟听到 李奥雪回报的消息 恨恨道 这些家伙 倒是知道进退 现在怎么办 风玉儿此刻 也是有些失望 没想到洛斯特和灵彻 如此决然 说走就走 还能怎么办 当然是各自回去了 子青烟恨恨道 下次遇到这两个家伙 非要让他们好看 沐云看住二人 徐徐道 就这么回去 似乎不厚道吧 嗯 嗯 两人皆是勾然地 看住沐云 莱尔不往飞里眼 死灵工会和矮人族 不在一个方向吧 听到沐云此话 二人顿时明白 好 三人相视一笑 李奥雪此刻却是无奈摇摇头 沐云还真是天不怕地不怕 不过这家伙 似乎一直都是如此 此时此刻 灵彻带着灵渊 以及数十位护卫 朝着死灵工会返回 大哥 那风玉儿和子青烟没死 只怕是怨恨上我们 这件事情 需不需要禀告父亲 放心吧 灵彻笑道 区区一个子灵族 和一个天津玄蛇族 还不被我们死灵工会放在眼里 父亲现在圣皇小未尽 岂会畏惧这两族 再者 我们背后 可是有死灵族撑腰 这两族真想做什么 死灵族也不会放过他们 对了 娘那边传来消息没 灵彻再次道 父亲这一把年纪了 居然还想着纳妾 想什么呢 不怕娘亲真的发怒 嘿嘿 按照娘的意思 是肯定不可能让父亲纳妾的 到时候 那女子 娘亲肯定愿意配给大哥你 听到此话 灵彻拍了拍自己弟弟肩膀 说 你是我弟弟 我能看得出来 你对那女子很有意思 说到底 那女人长相去甚远 姿色清晨 也配得上你 到时候只要娘阻止父亲 大哥一定将那女子许配给你 真的吗 当然 灵渊顿时脸色一喜 拱手失礼 多谢大哥 你我兄弟 说这些客气话做什么 灵彻咧嘴笑道 大哥此生意愿 便是坐着昆虚界的主宰 承载天地意志 一统昆虚界 到时候 什么女人没有 吹得倒是挺开心 一道吃笑声在此刻 突然响起 第2404章斩杀灵渊 谁 灵彻看向四周 顿时 数十位护卫 立刻散开 砰砰砰 可是正在此刻 一道道低沉的 砰响声 炸裂开来 一道道血雾 扩散开来 顿时 有十几名护卫 鼻息间 发出惨烈的呼噜声 倒在地上 打起滚来 嘟 是天津玄蛇一族 灵彻立刻将 灵渊护在身后 看向前方 在那里 两道身影 宛若飘尘出世的仙子一般 带着一股铿锵战意 看住众人 风玉儿 紫青燕 看到两人 灵彻脸色顿时阴冷下来 我还以为 你们已经灰溜溜地 逃回自己宗族了呢 这还要多谢灵彻公子啊 紫青燕但笑道 被你耽搁了几日时间 这不才赶着回去 刚好碰到你了 鼓毒滋味如何 紫青燕 现在倒是在我面前 狂妄起来了 鼓毒滋味我倒是忘了 但是被人偷袭的感觉 确实是很不舒服 两人针锋相对 顿时冷冷相对 灵彻此刻看到 风玉儿和紫青燕 已恢复巅峰 完全不像受到 毒素干扰的模样 心中更是恼怒 这两人现在出现 摆明了是想急急报复 看来 你们两人恢复 反而更加自大了 想要两人 围杀我们数十人吗 不过就你自己 一个圣王级未尽而已 倒不至于让我们害怕 风玉儿一步跨出 此次我来对付紫青燕 却是贺道 一掌之恩 我得报了 那几个圣王大卫尽的 交给你了 也好 风玉儿此刻脸色冰冷 手指之间 一道青芒 闪烁而出 找死 本公子就成全你们 灵彻贺道 灵则宇 灵则天 你们二人 带人拦住风玉儿 是 灵则宇和灵则天二人 乃是死灵工会 两位统领级别 圣王大卫尽 带着其余几名 圣王大卫尽 虽说杀不死风玉儿 可是拦下风玉儿 总是没问题 哥 我来帮你 你保护好自己 灵彻嘱咐道 你不过圣王中卫尽 面对他们 会让我分心听到此话 灵渊只好点头 紫青燕此刻一声娇和 一步跨出 杀气凝聚 直接冲向灵澈 风玉儿此时也毫不客气 一步踏出 面对灵则宇和灵则天 带领的几人杀出 灵渊看到这一幕 暗恨自己实力不尽 圣王中卫尽 在昆虚界内 也能够站得住脚跟 可是此刻 大哥面对的对手 却是圣王极未尽的 灵渊公子似乎很惆怅 刹那间 清冷的声音响起 木云手持赤灵 此刻已经是瞬间杀来 恩 灵渊亮腔躲避 周身几位圣王小卫尽的护卫 急忙保护起来 滚开吧 一枪挑开 木云手中长枪 杀伐灵练 砰 一名圣王小卫尽的护卫 直接毙命 一枪 毙命 这是 顾灵枪决 灵渊此刻反应过来 看向木云 贺道 好小子 就是你救了 风玉儿和子清烟 刚好 本公子今日就杀了你 若非是你 岂会有此等麻烦 灵渊沉喝一声 手中一柄破刀 直接出手 杀向木云 看到灵渊杀来 木云此刻心中 也是战意昂让 这是到达 昆虚界后第一战 虽说是小卫尽面对中卫尽 可是木云确实丝毫不拒 一枪杀出 两刀身影 瞬间交手 其余仅剩的护卫 此刻根本无法插手 只能小心翼翼地看住 原来不过是圣王小卫尽 在我面前 可没你嚣张的资本 灵渊哼了一声 破刀光芒一闪 此刀显然是四品圣器 四品圣器 又称为梦魇圣器 附带的威能 有一次迷惑敌人的气息 圣器九品 每一种都有独特的符文气息 差距也极大 只不过手握赤灵的木云 并不担心这一点 虽说四品圣器威力强大 可是赤灵也不是吃素的 副灵斩 一枪斩杀而出 长枪之上 原力涌动 强大的澎湃气息 化作丝丝入扣一般的柔韧 缠附向灵渊 这点小把戏 可不够 灵渊一刀挥出 刀芒风锐之间 咔咔咔的碎裂声响起 那些缠附的原力丝线 就此被隔间 若是这么简单就杀了你 那你也太蠢了 木云淡然一笑道 这次不知道你能够接下来吗 刹那间 副灵斩再次杀出 枪芒闪烁之间 一丝黑色火焰 弥漫而出 正是雀神山诞生而出的 不死神火 不死神火与原火很不相同 可是各自威力 却是霸道的也不一样 原火有着属于自己的高傲 不愿意屈服 而不死神火 更多的是诞生于朱雀一族 更能够受到驱使 此刻木云将不死神火 与副灵斩融合 副灵斩散发出的枪纹 在此刻携带着 不死神火的凝炼之力 更显强大 强大的气息 一浪一浪席卷 奔腾而出 呈现出席卷之势 那些缠附的原力之线 在此刻覆盖成火网一般 铺盖向灵渊 斩 灵渊低喝一声 一刀再次斩出 圣王中未尽的强大气息 一斩无鱼 无用 那一刀 再次斩出之间 可却是没有彻底斩断火网 反倒是火网城市 更加汹涌地扑了上来 再试试吧 沐云喝了一声 一步跨出 应灵之影 过灵枪决第二势 直接落下 沙纳 蜂拥而来的原力 瞬间弥漫开来 强大的气息 铺天盖地压下 灵渊此刻感受到 自己性命受到威胁 杀了他 快 这一瞬间 灵渊直接吼道 刷刷刷 剩余十几人 此刻一拥而上 杀向沐云 人多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用处 长枪一挥 枪芒盛开 咚咚咚 一道道身影 在此刻被狼狈击退 更有圣者 当场惨死 沐云在圣人 大圣 古圣境界之时 聚集的生命气息 太强大 若不然 也不可能 到达圣位极限的 千万年寿源 虽说消耗了 五百万年寿源 熔炼了自己 在三元界 所修行的圣诀 所使用的圣器 领悟 可是也正因为如此 他开启轮回之门 修炼重归正轨 此刻他却是 无与伦比的气息 虽说圣王小卫境 可是此等境界 却是可以说 同境界无敌 而面对中卫境的灵渊 他也能够依靠体内 不死神火 与四灵神火的强大 将其彻底压制 那十几道身影 一一杀来 可却是根本无法抵抗 沐云强大的攻击 沐云的气血 威能 简直不像是 小卫境强度 与伦此刻 更是身体抖了抖 这家伙 到底是如何修炼的 此等强度 就算是中卫境 也到达不了 没办法了 与伦此刻脸色一寒 双手在此时 骤然变幻 那血肉逐渐溃散 取而代之的 是一片矮矮白骨手掌 一双白骨手掌 在此刻逐渐变化成黑色 一丝危险讯息 从那双手之上传递来 沐云此刻 看到灵渊的举动 小心谨慎起来 而此刻 另一边 灵彻看到这一幕 也是心中有些担忧 寻常圣王小卫境 怎么可能逼迫的自己弟弟 施展出死灵族手段 这个青年 到底是何来路 小子 你逼我的 既然如此 那就去死得更加痛快些吧 灵渊低喝一声 双手挥动 朝着沐云杀去 沐云清楚明白 这骨毒手掌 是如何威猛 他自然不会去硬扛 可是 灵渊逼迫而来 反倒是给他机会 紫青烟和风月儿的毒素 可是他清楚 对此毒素 他还算是有些了解 不死神火和四灵神火 此刻还去身边 沐云眼中 杀鸡浮现 一步跨出之间 两道神火 此刻直接凝聚为龙凤之态 冲向灵渊 滚开 那死灵鼓掌 在此刻轰然间拍开 一道强大的气息 于育而出 强大的气息 带着漫天毒素 将火浪阻挡 灵渊毕竟是圣王中未尽 论原力强度 他更胜一筹 果然不愧是死灵族的人 沐云赞叹一声 笑道 不知道你死灵族 能否承受你死灵族的死灵毒掌 沐云话语落下 骤然间 从那两道神火内 突然凝聚出一道黑色气流 那气流化作小蛇 直接顺着神火 钻入到灵渊的毒掌之中 恩 灵渊此刻微微一愣 可是随即 脸色一变 那死灵毒掌内的死灵毒气 与他身体内的死灵毒气 并不相符合 两道毒气 顿时交叉 在体内乱窜 他母亲乃是死灵族人 可是父亲毕竟是人类 对于死灵毒气掌控 并不能随心所欲 眼下 两道气流瞬间冲入体内 狂暴的气息 毒素 蔓延在体内 啊 灵渊此刻惨叫一声 身体倒飞而去 沐云怎会放过这个机会 是灵杀出 两道神火纠缠 去死吧 一枪刺出 两道神火随即而来 灵渊此刻 整个身体充斥着黑色毒素 自顾不暇 更别提防住沐云 那赤灵 一枪刺入到他体内 刹那间 两道毒气顿时交缠着 轰裂开来 轰隆隆 一道爆裂声响起 灵渊整个身体彻底爆炸 灵渊 远处 灵澈看到这一幕 已经是彻底猛了 灵渊被杀了 而且是被小魏晶的沐云所杀 沐云此刻面色漠然 看住灵澈 这是你的毒素 我不过是将它收集起来 再还给你 此话一出 灵澈眼中杀气 弥漫开来 我记得你了 小子 上穷必落下黄泉 此生 我必杀你 话语落下 灵澈一步后退 漫天毒气施展开来 身影在此刻顿力 第二千四百零五章统领之战 这家伙 跑得还挺快 子青年此刻恨恨道 就算不跑 想要杀他 你我也得付出极大的代价 风玉儿此刻靠近 三人皆是圣人即未尽 那灵澈更是深的死灵工会会长 灵盛天的真传 实力不容小觑 逼急了 同归于尽也是有可能 二人看住地上诸多尸体 目光终于转移到沐云身上 此刻沐云却是不动神色 吞噬之力散发开来 将那些圣王小魏晋 中魏晋 大魏晋的舞者 一一吸收入体 没想到你圣王小魏晋 居然能够斩杀圣王中魏晋的灵渊 还真是让人感觉不可思议 紫青年美眸在沐云身上流转 徐徐道 沐云 有没兴趣 假如我紫灵族 你天赋颇高 再加上帮助我紫灵族 寻回紫灵血绝 我紫灵族全族皆会对你如上兵一般 紫青年徐徐笑道 我紫灵族内 可是有许多美艳的女子哦 听到紫青年此话 封玉儿顿时紧张起来 穆大哥曾经对我和哥哥有再造之恩 自然是跟我回到天津玄蛇一族 封玉儿站在沐云身前道 紫青年 你们能念着穆大哥的好就行了 看住封玉儿一副护实的模样 紫青年哥哥笑了笑 沐云将吞噬得到的力量 暂且收入体内 方才拱手笑道 紫姑娘好意心灵了 不过我确实与玉儿许久未见 暂时就不去紫灵族了 罢了 紫青年洒然一笑道 我看你也不会太乐意 不过若是天津玄蛇一族对你不好 我紫灵族随时欢迎你 而且 有任何麻烦 我紫灵族都会尽最大能力帮助你 多谢 徐徐 紫青年飘然离开 封玉儿看向沐云 笑道 穆大哥 我们回天津玄蛇族内吧 我未能如期回去 只怕族长该担心了 好 三道身影 也是徐徐离开 而同时 另一边 洛斯特带着人停留在一片山脉之间 驻足不前 公子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 拱手道 公子 那封玉儿和紫青年两女 似乎因为一个叫沐云的家伙 恢复伤势了 而且围杀灵彻 灵彻住了道 自己弟弟都搭进去了 哦 听到此话 洛斯特微微一愣 随即嘴角微扬 公子 我们和死灵工会有合作 这么看住 恐怕 担心什么 人又不是我们杀的 洛斯特嘿嘿笑道 这下有意思了 灵彻死了 死灵工会恐怕算是彻底 和天津玄蛇一族 紫灵族不死不休了 咱们矮人族就等住看戏好了 万一能从克里斯公主身上 得到关于盘古真火的讯息 想必到时候 定是一番很有意思的争斗 我们走 一道道身影 顿时散开 消失不见 同一时间 沐云和李奥雪 随着风玉儿 朝着天津玄蛇一族所在地前进 一路上 风玉儿讲述自己的经历 更是不断询问沐云 这些年的境遇 天津玄蛇一族 乃是八等种族 在这昆虚界内 也算是站得住脚 不似精灵族那般 与自然结合 不善战斗 所以才会轻易被民谷所灭 风玉儿讲道 而在天津玄蛇族内 也有不少人类 其实在苍蓝万界内 人类和神兽之间的区别 并不是那么开人族势力内 有神兽 各大种族内 也有人族的存在 大家所划分的依据 并不是等级 而是实力 譬如那龙族 凤族 乃是九天十地内的强大种族 正是因为他们族内强者如云 所以是万界内顶尖的一等种族 实力 是最强大的话语权 根本风玉儿不由叹息道 若是当初他有如今的实力 或许自己的哥哥 便不会死了 我天津玄蛇一族内 族长天青霜 乃是圣皇强者 在这昆虚界东玉内 算是首屈一指的强大势力 昆虚界内 分为 东南西北中五大玉 每一玉之地 势力所在 也有不同 东玉内 大多都是八等种族 而中玉内 则是坐拥着五大六等种族 风玉儿仔细道 死灵族 月狐一族 紫灵蟒一族 树金族 阎魔族 风玉儿一一说出 五大六等种族名字 认真的道 穆大哥你要注意 这五大六等种族内 拥有古圣帝坐镇 是整个昆虚界内的霸主 千万不能招惹 嗯 当然 在这东玉内 倒是没有我天津玄蛇一族 惧怕的实力 风玉儿自信道 族长大人 乃是圣皇中未尽的强者 这昆虚界内 古圣 圣王 圣皇 圣尊 圣帝 天圣帝 古圣帝六大境界等级 可谓皆有明显划分 圣皇境界 足以成为八等实力领袖 而圣帝境界 足以成为七等种族首领 古圣帝 则是六等种族层次 至于圣人 大圣 古圣境界层次 在昆虚界内 则算作下三层 所以地位并不高 可是一旦到达圣王境界 在八等种族内 也能谋得一个好差事 听到此话 沐云点点头 昆虚界 单单是东玉面积 足以超越三元界 五者强度 两者也根本不是一个等级 接下来 我与你说说 我天经玄蛇一族内的情况 封玉儿淡笑道 族长天青霜 乃是圣皇中魏晋 在东玉内 也是属于赫赫有名的 哦 对了 在族长身边 有一位玄厕子 玄先生 这位玄先生亦是人类 深的族长信任 你可要与他交善 嗯 族长之下 便是三王封玉儿骄傲道 我圣王即魏晋 便是三王之一的玉王 还有两位 分别是叶王 独王 也是圣王即魏晋 而三王之下 则是七大统领 这七大统领 圣王小魏晋 到圣王大魏晋不等 封玉儿接着说 大统领仲雷 三统领元雄 四统领脏蓝 此三人 乃是与叶王亲近的 而二统领拱虎 七统领魏通 这两位统领 则是亲近独王的 至于五统领菜身 六统领仇明宽二人 就是属于我的人了 七大统领手下 各有一千名天蛇位 是我们天津玄蛇一族 最精锐的护卫 所以 七大统领隶属三王 三王晋规族长统治 沐云暗暗点头 天蛇位 最低修为 也是古圣小魏晋 非古圣不可入 要求很高 封玉儿笑了笑 道 等此番穆大哥 所以我到天津玄蛇族内 安定下来 我给穆大哥 安排一个职位 再做其他打算 可以 穆玉明白 他需要快速适应这个地方 离开人界后 外界 不再如人界一般 视人类为主导者 这里是万族伶俐的地方 各大种族 百花齐放 万眼争芳 三元界 只是极小的缩影 这昆虚界 才是整个苍蓝万界的一个投影 他必须适应这种生活 方才能够在此地立足 伴随着几日时间的快速赶路 三人终于出现在一座城池面前 封玉儿带着穆云和李奥雪入城 几道目光 瞬间聚集到三人身上 玉王 玉王 突然 两道惊喜的呼喊声响起 那二人此刻立刻从人群之中走出 四周也是出现一道道身影 穆云仔细看去 这二人一身气息修为 十分强大 而且举手投足之间 带着一丝丝铭腔坚定的味道 穆大哥 这位就是五统领菜身 圣王中未尽巅峰 风玉儿指了指那一身紫衣 背负泼刀的男子 男子略显消瘦 可是双手修长 颇显有力 这位是六统领崇明昆 圣王中未尽 两位统领好 穆云不适礼节 风玉儿看向二人 说这位是穆云 也是我的好朋友 记住 如何待我 就如何对待穆大哥 听到此话 那菜身和崇明昆二人 顿时一愣 玉王殿下 向来是杀法果断 和人始终是有一丝距离感 可是对这个穆云 似乎很亲近 穆云在圣王小魏晋 斩杀了中魏晋的凌渊 风玉儿叙叙道 菜身统领 你现在都不一定 能够杀了凌渊吧 风玉儿此话一出 两位统领 看中沐云的目光 也发生一些变化 他们以为沐云 是靠着长相清秀 赢得玉王的好感 没想到 小魏晋曾次 却拥有这般实力 侥幸而已 这可不是什么侥幸 而是实力 菜身看中沐云 赞赏道 小魏晋越界斩杀中魏晋 可是难于上青天的 沐云微微一笑 并未多说 好了 你们两个再次等我 所为何事 那菜身和崇明昆 看住彼此 随即菜身开口道 欺禀玉王 新一届的统领更换 一个月后开始 七大天蛇卫队之中 一些到达圣王境界的队长 都开始报名 可是 我们第五队和第六队内 只有一人 到达圣王中卫境界 而报名每一队 至少一人 听到此话 风玉儿眼神一亮 笑道 这不就是一位吗 统领更换 慕云此刻尚不明白 第2406章 那你要如何财富 为了让天蛇卫内 充满竞争 所以每隔一年 便会进行一次比试 队长实力比拼 胜者担任 而统领也是 七大统领率领的 天蛇卫内 但凡有人晋升 到圣王境界 都可以拥有资格 在这一天 挑战在位的七大统领 成功 便可取而代之 按照组长的要求 每一队 至少是每次出战一人的 这次似乎 他们两队的天蛇位 不太给力 听到此话 菜身苦笑道 还请豫王责罚 责罚你们有什么用 风玉儿眼中 一抹寒芒出现 道 那夜王和独王 可是看我资历最轻 我这手下两大统领 他们可是 一直想收到 他们自己手下 往次挑战比试 第5队和第6队内 到达圣王中尉的队长 上台挑战 非死即伤 这种明显的针对 风玉儿如何感受不到 但就算如此 他也要每次精心准备 夜王和独王二人 想让他难看 那就看看 这次 到底谁让谁更难看了 菜身 让木大哥加入你们第5队 担任队长 出战名额 有他一个 风玉儿当即道 听到此话 木云也是有些跃跃欲试 到达圣王境界第一站 便是凌渊 而他渴望战斗 唯有战斗 才能够让他秀为提升更快 其次 他也需要一个身份 天蛇位七大统领之一 至少他在这昆虚界东域内 算是站住脚跟 才能继续寻找妙仙语的消息 一行人等 离开城池 便是前往天津玄蛇所在地 一片辽阔的山脉之间 一道道景旗树立 景旗之上 雕刻注意到 蜿蜒曲折的长蛇身影 正是天津玄蛇一组的标志 整个天津玄蛇组总部 气势辉红 亭台楼阁凌厉 颇有一番豪迈气势 风玉儿回到族内 让蔡深和筹明昆带领 木云安定下来 便是去面见族长 主店之中 风玉儿一身长裙 窈窕身段 颇显青春气息 玉儿 你回来了 上手座 一名一身轻衣的中年男子 颇为喜悦道 我听说这次拍卖 遇到一些麻烦 你没事吧 中年男子身材略显消瘦 可是气息隐晦 而面容温和 给人的感觉 很容易亲近 族长大人 玉儿没事 风玉儿当下 将拍卖场之后 发生的事情 一一讲述 哦 木云 天青霜 微微一正 道 好好 此子圣王小未尽 能够救下你 足以看出实力 是该奖赏 启禀族长 玉儿已经奖励他了 命他担任我第五队的一位队长职位 并且参加一月之后的统领之战 听到此话 大殿内另一边 两道身影 此刻却是微微一正 那其中一位身材健瘦的中年男子 笑道 玉王殿下 此子来历不明 如此貌事 不太妥当吧 天蛇位 可是我天经玄蛇一族的今日卫队 叶王说的没错 另一名身材稍显矮胖的男子笑道 万一是矮人族 或是子灵族 奸细怎么办 统领之位 可不是开玩笑的 看住两人一唱一和 风玉儿并不动怒 此人曾经有恩于我 刚到达昆虚界来 我风玉儿愿意担保 此人绝无问题 若有任何奸细身份 我风玉儿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听到此话 独王和叶王二人 此刻皆是一愣 他们也没想到 这个沐云 居然让风玉儿如此信任 好了 你们三个 整日里是互相斗来斗去 天青霜微微笑道 既然玉儿担保 自然是没问题的 既然如此 三位 此番好好准备统领之战 天蛇位 乃是我天经玄蛇一族的根本 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是 三人告退 一一离开 天青霜此刻依旧坐在宝座上 说乎间 其身边 阴暗处 一道身影 庞扶突然出现一般 玄厕子 你去查那的沐云 到底什么来历 我还是担心 玉儿会被骗 是 那阴影声音略带着斯雅 道 族长 此番精灵族的克利斯公主 被矮人族得手 再加上死灵公会与之联合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和紫灵族联合 毕竟 万一两族真的探寻到盘古真虎的下落 只怕届时 风云剑派 石摇会 揽心阁和古马拍卖场那些人 都不会做事不管 我 也想过 只不过 紫灵族之人 向来是心高气傲 跟他们合作 只怕难 族长 此刻 大殿外 一道禀告声响起 朗声道 紫灵族来人 说是拜访我们天津玄蛇族 此话一出 天青双一争 随即微微笑道 看来玉儿此次和紫青燕那丫头共患难 倒是促进了我们两族的交流 独王 叶王和风玉儿三人立刻大殿 并肩而行 看来此次玉王殿下 对那个沐云 很有自信 独王笑呵呵道 不过太过自信 可要小心栽跟头 这次 玉王殿下手下的两位统领 我可不会放手 独王还是担心担心自己吧 那位通乃是七大统领之中 实力最弱的 要被取代 我看他的可能性更大 是吗 独王哈哈一笑 并未在意 风玉儿冷笑一声 快不离开 懒得和两个老狐狸啰嗦 独王 那个沐云 只怕也是不简单 我等还是小心为妙 叶王何必担心 你手下的众雷大统领 和元雄三统领 皆是圣王大卫镜 脏蓝四统领 也是中卫镜顶峰 那沐云不过是圣王小卫镜而已 哈哈 不过还是小心为好 小心为好啊 两人哈哈大笑之间 逐渐离开 同一时间 另一边 蔡生和筹铭坤 带着沐云来到第五队 第六队天蛇卫的修炼舞场 此刻舞场上 约门一两千道身影 各自磨炼 大家都过来 蔡生此刻朗声道 这次 咱们第五队天蛇卫 和第六队天蛇卫内 唯有江明一人 到达圣王中卫镜 而其余有七人 到达圣王小卫镜 可是大家也知道 圣王小卫镜参加挑战统领 那就是死路一条 之前的挑战 我们第五队和第六队 损失太多 圣王小卫镜的优秀队长 所以这次 第二个名额 则是这位沐云木队长的 此话一出 众人顿时哗然 以往比试 七大天蛇卫队内 是各自出一个名额 原本足内要求 只要是圣王境界即可 可是这些年来 第五队和第六队受到针对 派遣出的队长参与争斗 无疑不是被其他五队找查 死的死 残的残 所以 豫王便是吩咐 想要参加统领之战 那必须到达中卫镜 但今年这次 第五队和第六队内 只有江明队长 到达圣王中卫镜 另一个名额 一直没有确定 本来几位圣王小卫镜的队长 皆以为是他们 所以也早就是摩拳霍霍 准备为豫王争光 但没想到 今日突然宣布 居然是个没见过的矛头小子 武统领 这位沐云是谁啊 一位队长询问 楚赫 你别管是谁 这是豫王的命令 你只管听着就是了 沐云和江明 将代表我们第五队和第六队 参加统领之战 听到此话 人群顿时爆出一阵阵不满声 一个外人就来代替他们 沐云若是圣王中卫镜 也就罢了 但此子不过是圣王小卫镜 看起来比他们一些队长 还是弱上几分的 这哪里能够让他们服气 我不服 那名叫楚赫的队长 此刻站出身来 道 我到达圣王小卫镜 也有数百年时间了 算得上小卫镜顶峰实力 这小子 如何有资格代替我们出战 就是 我也是小卫镜百年了 没错 顿时 人群在此刻喧哗起来 蔡生和仇铭坤二人 此刻也是脸色有些尴尬 这些家伙 平日对豫王可谓是顺心顺意 但这次 确实是不同 你不服 沐云此刻淡笑道 那你要如何才服 简单 你跟我打一架 楚赫开口道 诸位队长之中 我楚赫不才 算是第一 你若是能赢了我 我们第五队和第六队 让你出战又何妨 这 蔡生面露男色 看向沐云 好 沐云此刻点头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些家伙 只认实力 蔡生和仇铭坤此刻带他来 或许也是为了试试他的实力 毕竟事关风玉儿的身份根基 听到此话 人群顿时散开 偌大的五场 地面坚硬的天文港铺设 四周更是建设坚固 足够圣王境界再次交手 不被损坏 两人此刻站定场中 周围 第五队和第六队的天蛇位 也是一字百开 小子 要想获得我们天蛇位的认可 那可不仅仅是御王的好感 更要有一定的实力 楚贺此刻哼了哼道 出手吧 沐云此刻淡淡道 杀 沙那间 楚贺一步跨出 双手成拳 凶猛的一拳 宛若虎扑之势 直接冲向沐云 看到此景 沐云眉宇之间 一抹战意爆发 一拳 紧握 沙那 天道法相轮回之门开启 强大的原力 蜂拥而居 狂暴的气息 在此刻一展无鱼 这一瞬间 沐云看起来 不再是清秀的青年模样 而更像是一头 觉醒的雄狮一般 威武不凡 轰 沙那间 两拳相碰 轰隆隆的声音 弥漫无常 陡然间 扑通一道声音响起 那楚贺脸色一白 一步后退 身影亮呛 最终还是咚的一声 跌倒在地 那坚硬的天文岗 此刻出现一道道裂痕 一拳 高低立宪 第二千四百零七章 闭关三十年 这一刻 整个无常都是寂静无声 沐云此刻笑道 还需要比什么 亦或者是 还有谁不大福气 我愿意接受诸位的刺脚 此刻 楚贺还想站起身来 可是双膝一软 便是一口鲜血喷出 这一瞬间 众人皆是惊恶万分 楚贺居然是受到如此创伤吗 此时此刻 沐云看住众人 漠然不语 既然各位无话可说 那这鹅 是不是代表我沐云有资格了 沐云徐徐道 我与你们豫王殿下 乃是故交 所以这统领之战 我一定会拿回一个名额 这一点 还请诸位放心了 听到此话 蔡深和仇明昆二人 此刻也是点点头 沐云虽是圣王小魏晋 可是一来能够斩杀圣王中魏晋的灵渊 而来刚才一试 这家伙的实力 确实是超越了楚贺他们的 甘拜下风 楚贺此刻拱手道 你们还真是好大的胆子 一道交贺声此刻响起 风玉儿跨步而来 蔡深和仇明昆两人看到风玉儿 顿时拱手 难不成 我的决定 你们也要质疑吗 风玉儿此话一出 蔡深和仇明昆二人 皆是求救一般的看中沐云 这也不能怪他们 毕竟他们也是对你忠心耿耿 是担心沐云笑道 而且 大家多多切磋 进步才能更快 风玉儿瞪了两名统领一眼 不再 多说 蔡深立刻笑道 我立刻带沐公子前往住处休息休息 看中沐云 两人皆是感激的目光 风玉儿乃是三王之一 对待属下 确实是很好 可是赏罚分明的风玉儿 那惩罚也不好受 风玉儿哼了一声 看住两人 带着沐云 朝着住处前去 整个天津玄蛇部落内 建造在一座山脉之间 灵气充沛 物资复数 来来往往的族人 皆是露出开心的笑容 族群的强大 也是能够保证族人的安危 八等种族的天津玄蛇一族 确实是拥有极强的气息 沐云住所在一座山峰之上 亭台楼阁 颇显安静 这些时日 你就在此地 有什么需要 随时告诉我 好 沐云看住风玉儿 道 道还真是有些事情 需要麻烦你 嫂子的事情 风玉儿看向沐云 笑道 妙仙宇对吗 林奥雪告诉我了 你放心 我会帮你查查 死灵工会那位 到底是不是妙仙宇 嗯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此枪 沐云看住手中赤灵 道 这柄赤灵 材质特殊 最特殊的 是融合九阶气符 现在虽是三品圣气 但却能不断进化 所以我需要一些金属材质 这样啊 听到此话 风玉儿顿时笑道 交给我 我保证给你一柄四品圣气回来 听到此话 沐云一愣 随即点头 对于风玉儿 他还是信任的 不过 赤灵掌类枪内 有九阶符文 内部构造 相当于九品圣气 缺少的辨识材质的提升 单单是火煞灵铁 可无法再提升品质 既然如此 最近一月时间 我会开始闭关 沐云道 你给了我这个大机会 我总不能让你失望才是 沐大哥 加油 风玉儿取走赤灵 沐云也是松了一口气 这些十日来 自从晋升到圣王境界 他能够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天地法相 变得不寻常起来 轮回之门 不断旋转之间 天地原力似乎都在被调动 靠拢自己 这次 沐云准备牢牢闭关一次 一个月时间 看似短暂 可是在诸神图卷的生死密格内 一月时间 足有三十年 三十年时间 足够自己稳固圣王小魏境层次 一念即此 沐云身影消失不见 诸神世界内 归一身白衣 副手而立 小子 助击起来了 是吗 我一直很助击 沐云认真地说 自从进入三元界内 我便开始助击 父亲此番 为了营救母亲 几乎是连人界内大战都顾不上 足以说明 这次 他根本没把握 所以 我想快速 快速到达父亲的层次 帮助父亲 饭要一口一口吃 你该明白吧 我知道 沐云当然知道 圣位层次 即便是天之骄子 也不可能短短几年时间 便提升境界层次 一个小境界的提升 即使是天之骄子 也要个百八十年 若他没有生死密格 恐怕要达到父亲那种层次 至少也是需要万年之久 这样的时间 他耗不起 一步跨入生死密格内 强大的压迫力扑面而来 以他现如今的能力 只能够支撑外界一天 里面一年的转换 再快 就会承受不住 盘膝坐地 木云双眼微闭 他现在修行的圣诀 主要是固灵枪诀 其次 便是不死神火 以及地火天爆 天独古塔 更多的是辅助性 内涵原石 灵财等等 除此之外 便是融合的四灵神火的强大 这次 木云主要是为了境界提升 环绕体内 吞噬灵渊等人的气息 逐渐在净化天赋的作用下 转化入体 一缕缕了的原力 进入体内 身体在此刻 逐渐升华 强大的气息 使得木云感觉身体内 都是舒畅不少 一天一天过去 木云盘坐在生死密格内 一动也不动 修行 向来是枯燥 足足过了二十多天 木云陡然间 双眼睁开 一抹锋芒目光 一闪而出 圣王小魏镜顶峰 一抹淡淡的圣王之气 弥漫周深 这一瞬间 木云能够感觉到 只要自己再跨出一步 便可到达圣王中魏镜 可是这一步 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踏出 二十年时间 稳固到小魏镜顶峰 剩余的时间 倒是可以将固灵枪诀掌控彻底 顺便稳固不死神火和地火天爆的威力 轰 翁鸣声响起 木云身在时空要塞内 与地影交手 一次次被击退 一次次冲击而上 最后一次被击退 木云彻底站起身来 只觉得身体匮乏 鬼一 若是让墨宇和黄雁 以及小凡 骆天行等人 进入到生死密格内 修行如何 道 也可以 不过你需要付出代价 鬼一笑道 这诸神图卷 在某种程度上 任你为主 所以你可以实力变强之后 不断启用其中的秘密之地 但是它们进入其中修行 那就需要消耗 源源不断的原始燃烧 你可以简单地理解为 以原始换取时间 好 木云认真的说 不论是墨宇还是黄雁 以及小凡和骆天行 在内的三百谷位 现如今实力进步 已经被它落下太多 生死密格 无疑是个好去处 甚至日后 九位妻子 也可以在生死密格内修行 至于原始 短时间内 天独古塔内数不清的原始 它倒是不缺 那就开启吧 木云淡笑道 这些家伙 整日里在避落黄泉图内修行 未免惬意了些 要想与天地争夺一界掌控 我身边没有坚强的护卫 可不够 听到此话 皈依点了点头 他提前告诉木云 关于苍蓝万件内的情况 本来就是想激励木云 但也担心 会让木云感觉目标太遥远 会失去锐气 但现在看来 他是白白担心了 木云的坚定 在这么多年时间的磨练之中 足以看出 墨宇 黄雁 木不凡 落天行四人 依序得到命令 便是准备妥当 木云将他们丢入生死秘阁内 广袤的空间之中 让众人安心修行 至于原始 皈依说多少 那便是多少 还剩下十日时间 对我来说便是十年 十年 足够我将顾灵枪决 彻底掌控 木云眼中 一抹光芒浮现 再次挑战地影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整个天津玄蛇部族内 却是越来越热闹 统领之战 可谓是天津玄蛇一族内 最大的盛事之一 七大统领地位 虽说十分稳定 可是保不准 哪一次统领之战 便会发生意外 而随着时间的临近 整个天津玄蛇族人 也是开始忙活起来 这天 风玉儿一身银色铠甲附身 那脱凹有制的身段 配合着令人喘息 加重的容貌 一时之间 使得不少族人 都是侧目连连 风玉儿出现在 沐云居住的山峰外 身影一闪 进入山峰内 此刻 沐云感觉到 风玉儿的到来 也是从诸神图卷内走出 穆大哥 看到沐云 风玉儿微微笑道 诺 赤灵归还 风玉儿手掌一挥 赤灵长枪在手 沐云接过长枪 顿时心中一惊 四品圣器 沐云神色惊讶 看住风玉儿 别这么看住我 这可不是我的手段 风玉儿淡淡笑道 我要了一个人情 请一位高手宁恋的 高手 是玄厕子前辈 他可是一位很厉害的圣骑师 圣骑师 苍蓝万界内的圣骑师 与他昔日所在的 小世界内的圣骑师 可是两码事 如同圣人圣位境界 与当初的圣位差距一般 人界之中 小世界内 圣位是自封 而现如今 苍蓝万界内 圣位是天地认可 否则 不可能凝聚出天地法相 圣王之器 这种重玄妙 可以说 此圣非比圣 没想到 玄厕子还是一位圣骑师 难怪能够得到 天清双组长的后代 第二千四百零八章 隐藏的柳像 四品圣骑赤铃长枪 沐云握了握手中长枪 笑道 多谢了 跟我客气什么 风玉儿笑道 而且这次 我还指望穆大哥 帮我找回颜面呢 那叶王和独王二人 欺人太甚 没问题 既然如此 我就在台下 看着穆大哥的表演了 风玉儿淡然一笑 清纯动人 两刀身影 结伴而行 这次统领之战 乃是天经玄蛇 遗族内部交流 看得便是族内 最强大位队 天蛇位的掌进 以统领之位 和队长之位 来作为奖励 更能够激发族内弟子 对实力的渴望 宗族要强大 必须需要有强大的武力 否则在这昆虚界内 根本无法生存下去 时间不多 穆云和风玉儿 便是出现在五场之上 天经玄蛇族内 数以万计的族人 此刻蜂拥而至 看住这场盛宴 七大位队之人 此刻也是依序到来 蔡深和仇明昆二人 看到沐云和风玉儿出现 也是点点头 怎么样 齐领玉王 这次很不妙 蔡深与仇明昆 皆是苦笑 这次 第一队出战的是楚元山 此人乃是圣王中未尽 上一次 西拜于仇明昆手中 这次只怕 卷土重来 蔡深苦笑道 七大统领之中 仲雷大统领 拱亮二统领 以及元雄三统领三人 皆是圣王大魏晋层级 这三位 想来是无人敢挑战 但是四统领赃兰 五统领蔡深 六统领仇明昆 七统领魏通这四人 皆是圣王中未尽 其中赃兰和蔡深 处于圣王中未尽 巅峰 危机小一些 但是仇明昆和魏通 皆是圣人中未尽 受到的挑战 应该是最高的 还有第二队内的挑战者 陆汉天 据说也是到达中未尽了 仇明昆略有些紧张 他是圣王中未尽 最可能受到挑战 若是落败 可能第六队统领职位 就要拱手让出 若是让独王和夜王的人 得到这职位 那可就大大不妙 到时候 封玉儿手下 便可能只有蔡深一位 统领可调度 对于封玉儿来说 无疑是坏消息 第三队的王通队长 圣人小未尽顶峰层次 第四队的张青队长 是张兰的弟弟 此次据说也是圣人中未尽 第七队的柳相 也是圣人小未尽顶峰 蔡深严肃到 此次统领之战 七位挑战者 代表七大队出战 抉择出最强一人 可挑战七位统领之中 任何一人 看来 筹铭坤统领和卫通统领 被挑战的可能性最大 若是他们五队之中 谁人获得第一 那筹铭坤统领受到的威胁 就最大了 封玉儿此刻秀眉 微微促起 倘若沐云和江明 不能取得第一 那筹铭坤 极有可能受到挑衅 而以此次挑战者的实力来看 筹铭坤的统领之位 很有可能不保 这两只老狐狸 这次看来是早有准备 非要从我手中 抢走一个统领 封玉儿低贺一声 江明此刻拱手道 玉王放心 属下必定竭尽全力 恩 封玉儿看向沐云 道 穆大哥 这次对手强大 超出我的预料 不必有太大的压力 我明白 沐云淡然一笑道 你放心 定为你保下统领之位 封玉儿点了点头 统领之战 此刻开始 最先进性的 乃是各队内 队长职位的挑战比试 天蛇位 乃是天津玄蛇一族内 最强大的实力护卫 也是天津玄蛇一族的矛 插向敌人的心脏之矛 即便是队长争夺 也是火药位十足 一位达到圣王小魏晋的队长 彼此间交手 可谓是杀伐果断 而此刻 那主座台上 组长天青霜 一身轻衣 面带微笑 看住下方 频频点头 显然也是十分满意 即便出现死伤 天青霜也并未动怒 现在出现死伤 总比在面对敌人之时 毫无招架之力来得强 一场场比斗 彰显热血 最终 各队之中 队长交手结束 而除了偶尔杀出的黑马之外 队长职位 倒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队长职位比试 到此结束 那站在天青双身旁的玄蛇子 一身黑衣 身披黑色披风 戴着黑色面纱 声音嘶哑到 接下来 便是统领之战 七大队内 挑选出的七位统领挑战者 请出列 伴随着玄策子话语落下 排山倒海的呼啸声 阵阵响起 先前的队长之战 只是开胃菜而已 现在才是真正的焦点战 天蛇为统领 可是整个天津玄蛇一族内管理阶层 代表的更是天津玄蛇一族的颜面 实力 每一次的统领之战 都是令人热血沸腾的时刻 江明 沐云 加油 玉王放心 瞧好吧 两刀身影 在此刻走出 而同时 其余五队的挑战者 也是走上五场 第一队的楚元山 圣王中魏晋 第二队的陆汉天 圣王中魏晋 第三队的王通 圣王小魏晋巅峰 第四队的张青 中魏晋巅峰层次 第五队的沐云 第六队的江明 圣王中魏晋 第七队的柳相 圣王小魏晋巅峰 这一瞬间 众人齐声呐喊 五场氛围 热闹到极致 现在 七位之中 抉择出四位 所以这第一轮比试 两两交战 会有一人轮空 玄策子声音嘶哑 并不响亮 可在场众人 谁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现在开始抽签 玄策子话语落下 手掌一挥 顿时七人身前 出现一团迷雾包裹的空间 七人一一走上前去 手掌探入迷雾内 伸出手掌 玄策子话语落下 七人手掌 在此刻探出 一号对上七号 二号对上六号 三号对上五号 四号轮空 玄策子话语落下 沐云顿时无奈一笑 他刚好是四号 你倒是运气不错 一道啰笑声在耳边响起 那第一队的楚元山吃笑道 否则 第一轮 你就该淘汰了 目云微微皱眉 大话说得太满 小心风大闪了舌头 是吗 那下一轮 小心别碰到我了 楚元山直接一步跨出 走上擂台 秦晨此刻站在擂台下 一号是来自第七队的柳相 圣王小魏晋巅峰 而对上七号 正是江明 看到这个结果 风玉儿心中也是呼了口气 柳相只是圣王小魏晋巅峰 江明圣王中魏晋 面对柳相 胜算很大 如此一来 目云进入下一轮 江明进入到下一轮 他们并不是毫无胜算 风玉儿眉头舒展开来 江明 请赐教 柳相 请赐教 两道身影走上擂台 拱了拱手 脚步在此刻直接踏出 轰 一股强横的气息 从江明体内释放开来 强大的圣王之气 逐渐凝食 杀向柳相 圣王境界 圣王之气最初略显虚幻 而逐渐凝食 最终可以凝聚出圣王铠甲一般 护住身体 中魏晋 圣王之气足以凝食 江明一出手 便是立刻杀鸡蓬勃 面对柳相 他还是很有自信 天明斩衫 以掌披下 掌风呼啸 直接杀出 古山盾 东的一声响起 一道盾牌在此刻直接落下 那掌印此刻直接盖下 轰 爆炸声响起 盾牌在此刻瓦解 那掌印直接杀上来 砰 可是正在此刻 一道砰响声响起 顿时杀伐气息强大 嗯 江明此刻一正 在场众人皆是一正 柳相不是圣王小魏晋巅峰 而是圣王中魏晋四 呼 还不止 因为他浑身圣王之气 看起来比江明更胜一筹 圣王中魏晋顶峰 第七队内 何时出现这么厉害的一位角色了 这一下 长中顿势哗然 这下 以为江明必胜的比赛 开始出现悬念了 很惊讶吗 柳相此刻淡然道 江明 你太差劲了 刷的一声响起 柳相身影一闪而出 快 太快了 柳相一步踏出 砰的一声 一拳已经是直接砸到江明胸口 咚 碰撞声响起 江明此刻 毫无招架之力 这一瞬间 所有人都看出来了 柳相在隐藏实力 现在爆发出来 简直是威猛强大 比江明更胜一筹 砰砰 一道道碰撞声响起 两人此刻交手愈演愈烈 可是任谁都能看出来 柳相太强了 此刻愁明昆忍不住苦涩道 这柳相的实力 比我更强 蔡深此刻也是感叹道 我与他交手的话 可能也只是五五开 风玉儿此刻脸色难看 看来毒王为了对付他 煞费苦心 埋了这么一根钉子 江明 显然不行了 只是比赛 不认输 不可能结束 江明此刻 显然是不甘认输 柳相淡淡道 你若不认输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想杀我 你配吗 江明沉喝一声 明洞山河 一声低喝响起 江明背后 天道法相出现 是一尊巨大的山月 万丈之高的虚影 在此刻闪烁 稳重的压迫感 在此刻骤然落下 天道法相都展现了 无用 柳相淡然一笑 无香门 咔咔咔的声音响起 柳相背后 一道漆黑巨门 突然出现 那巨门两旁 两尊石狮子 此刻张牙舞爪 瞬间冲杀出去 第二千四百零九章 说话别太慢 天道法相 乃是舞者 在古圣境界觉醒 与舞者金血和魂魄 都有一定相连 若是天道法相受损 那金血和魂魄 都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所以不到是不得已 谁也不会以天道法相来交战 江明此刻 被压抑到极致了 天道法相一出 柳相此刻目光之中 一抹坚定浮现 杀鸡生腾之间 一步跨出 轰 刹那间 江明背后 天道法相在此刻展现出一股霸绝天下的沉重感 江明的天道法相是重于万钧的山岳 不知道那柳相的天道法相所谓的无相门 到底是什么 菜身徐徐道 不过将江明逼到这份上 柳相恐怕不会不留后手 崇明昆此刻也是担忧道 风玉儿此刻没有开口 可是双手紧握 足以看出他心中的紧张 你的天道法相 注重防御 不过与我的无相门相比 算不上什么 柳相一声吃笑 一步跨出之间 嗡嗡嗡的嗡鸣声 在此刻响起 他背后的无相门 此刻如同锯齿一般 一开一盒 一股恐怖的碾压气息 爆炸开来 咚 沉闷的爆炸声响起 一瞬间 众人只看到江明背后的山岳 在此刻原本是气息勃勃 可是突然间便是失去了强大助力 开始瓦解 这是什么能力 众人此刻都是一正 柳相的天道法相 看起来这实是诡异 江明 认输 风育儿此刻沉喝道 你愿意认输吗 柳相却是刺激着江明 痴笑道 万众瞩目之下 在我天津玄蛇族内 认输可就是丢人丢到家了 想杀我 你 做梦 江明哼了一声 直接一拳轰出 咚 沉闷的嗡鸣声响起 那一拳杂出 却是骤然消失 被柳相化解 那无相门透露着古怪 令人忌惮 江明此刻任何攻击 似乎都是石沉大海一般 消失不见 东响声一道道响起 这一瞬间 江明身体内的力量 彷復是骤然消失一般 柳相身影一闪 出现在其背后 直接一脚踏下 咚 沉闷声响起 那江明的身体 被直接一脚压下 变得稀碎 此刻 整个五场四周 充满热烈的欢呼声 圣者拥有欢呼 败者 只有耻辱 这是天津玄蛇一族内的规则 弱肉强食 在族内 就该如此 否则 天津玄蛇一族 根本无法在昆虚界内立足 风玉儿此刻脸色十分难看 那独王此刻却是笑呵呵道 这柳相 下手没个轻重 豫王殿下 得罪了 这有什么得罪的 天青霜此刻置地有声道 我天津玄蛇族内 需要的是浴血重生的战士 胜者才是唯一 败者 死或伤 都无妨 族长说的是 独王看住风玉儿 咧嘴一笑 不再多说 风玉儿此刻脸色难看 本以为将农这一场是必胜的 可是没想到 居然依旧是败了 接下来 就只剩沐云一人了 而此刻 另外两处擂台上的比试 也是接近尾声 楚元山圣王中魏晋 对手乃是王通 王通不过是小魏晋顶峰 毫无疑问 楚元山赢下比试 而陆汉天的对手乃是脏青 脏青不愧为脏蓝统领弟弟 实力强大 陆汉天不是对手 败下阵来 此番 进入下一轮的 便是沐云 柳相 楚元山 以及脏青四人 小子 看来你第一轮轮空 并不是好事迎元山赤笑的 毕竟 这一轮 我们三个 可不会留情 江明的死 有没有吓到你 我 等着 沐云看住楚元山 淡然道 我等住一会儿 你喊出投降的模样 可别让我失望 此话一出 楚元山脸色冷漠 死鸭子嘴硬罢了 一旁 脏青徐徐道 到了擂台上 他就知道 自己该为自己的言行 付出什么代价 沙纳间 整个五场之上 安静下来 第二轮 玄测子再次宣布 迎元山 对战木云 脏青 对战柳相 这次宣布声音响起 众人皆是兴奋起来 脏青乃是 圣王中卫镜顶峰 而柳相 也是圣王中卫镜顶峰 二人交手 无疑是十分热闹 至于楚元山 和沐云的交手 没有多少人心怀悬念 毕竟 一个圣王中卫镜 一个圣王小卫镜顶峰 这之间 可是差距很大 中卫镜和小卫镜 一重差距 可是万里之遥 这一刻 众人皆是感叹不已 看来这次 柳相和楚元山二人 是极有可能成为 新任统领的了 不知道他们二人之中 谁会成为胜者 会挑战在位的 七大统领哪一位 此时此刻 众人皆是静静 等待彼时开始 两座擂台上 四道身影对立 没想到那么快就来了 楚元山看住 对面的沐云 笑道 不过你该庆幸的 毕竟 你若是对上了 柳相或是脏青 我想他们二人 势必会让你痛不欲生的 废话真多 沐云懒洋洋道 你真以为你赢定了吗 双眼微缩 蓝绿元山此刻 眼中一抹冷漠浮现 一步跨出 圣王中未尽气息 一盏无鱼 凝实的圣王之气 包裹全身 既然你想死 我成全你 楚元山此刻气息暴涨 真正的实力 彻底展现出来 狂暴的气息 一浪胜过一浪 大地在此刻一层层堆叠开来 磅浮得崩一般 一道道压力 席卷向沐云 乱石崩流 一声低贺 楚元山直接出手 丝毫不准备留守 沐云不过是圣王小魏晋 到达顶峰 那也是圣王小魏晋 真以为只有自己是天才 可以跃及挑战了 坑 赤灵在此刻出现 沐云全身战意昂扬 这是到达昆虚界第二站 他必将全力以赴 一声轰鸣响起 沙纳间 两道身影 直接重装在一起 副灵斩 一枪斩出 一股枪芒 千丈光芒生腾 这瞬间强大的力量 行云流水的枪术 让沐云自己都是一愣 四品圣气等级的赤灵 威力简直是提升了 一倍不止 舒畅 沐云此刻战意昂扬 赤灵内涵九节气符 这材质的加入提升 使得整杆长枪 威力提升了一倍不止 一直以来 他在提升 可是赤灵并未跟上脚步 而现在 这位老朋友 似乎开始苏醒 斩 枪芒扫出 霸道的攻击 一盏无鱼 此刻 众人目光皆是被聚集过来 似乎本该一边倒的鄙视 在此刻出现悬念了 沐云的攻击 完全超越了小魏静的极限 这位新人 似乎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弱 有点本事 楚元山此刻感觉到一丝压力 没想到 风玉儿招来的帮手 并不是面疙瘩 任人柔腻的货色 清冤剑 杀 手掌一挥 楚元山手中出现一柄长剑 那剑足有一米多长 宽大厚重 更像是一把玄尺 小子 你也就是得瑟一挥罢了 银元山一剑砍出 一股剑浪直接涌动着攀附向沐云 应灵之影 沐云面部改色 一枪再次刺出 枪芒闪耀 这一枪 如同复古之躯一般 直接粘附住银元山身影 枪风在此刻骤然凝聚 一道火海之影缠绕着枪风席卷向楚元山 轰轰 火城风势 顿时暴涨 楚元山此刻脸色终于是变了 这家伙 简直是恐怖 沐云的实力 绝非圣王小魏镜顶峰那么简单 斩 一剑斩出 那枪风阻隔 楚元山急忙暴退 可是此刻 沐云身影再次逼近 两道身影此刻骤然杀向一处 狂暴的气场 在此刻聚集 沐云一枪在手 所能够散发的威力 简直是恐怖 赤灵前生便与他相伴 如今不断展露本来面目 一人一枪 可谓兴起相连 楚元山此刻不得不承认 沐云不论是原力浑厚 还是气血强大 都比他强 而他唯一的优势 便是圣王之气更加强大 可是在沐云连番攻击下 他的圣王之气 根本不顶用 铁山术 出 银元山急忙情况下 一声低喝 背后天道法像 在此刻轰然出现 楚元山凝聚而出的天道法像 是一株铁山术 这还真是少见 但此刻 众人却是正然不已 楚元山 已经是被逼到这份伤亡 轰 磅礴生机 附带极强刃的攻击 砸向沐云 一时间 漫天铁树树枝 束缚向沐云 但正在此刻 一道爆裂声 突然响起 噼里啪啦的声音 倒到船地开来 不死神火蔓延开来 铁山树被火焰弥漫开来 啊 顿时 楚元山惊慌失措地大叫起来 可笑 在我面前 你还敢施展天道法像 沐云心中冷笑 或许银元山并不知道 他的火焰 可不是一般火焰 不死神火和四灵神火 皆属于一等一的神火 铁山树即便在铁 那也是树 一时间 漫天火海蔓延开来 沐云自然是不会给 楚元山喘息的时间 长枪一挑 傅灵斩直接将那铁山树 寸寸斩断 随之斩断的 还有银元山的命 给你说过了的 说话别太满 银元山惨叫的声音 逐渐消失 一身惊气 却是逐渐被沐云收入囊中 第2410章怒连惊心 此时此刻 四周静悄悄 本来以为比赛的一面倒情形 确实是出现了 但这一边倒 却是以 楚元山的溃败而结束 场中 任谁也没想到这一点 即便是风玉儿 此刻也是惊讶不已 沐云的境界实力 比之前似乎更强了几分 这才仅仅过去一个月时间而已 只不过他并不知道 对他而言 是一个月 但对于沐云而言 却是三十年 呼了口气 沐云走下擂台 沐大哥 性不辱命 沐云呼了口气 道 接下来 应该是脏青和柳相之中的一人了吧 说实话 倒是挺想遇到柳相 沐云此时此刻 微微一笑道 风玉儿此刻心中颇为感动 他自然知道 到底是为什么 即便是事隔多年 沐云依旧是将他当成妹妹一般对待 江龙被杀 无疑是带给他极大的危机 沐云想亲手对付柳相 自然是为了他出气 此刻 脏青和柳相二人 原本如火如荼的比试 却是因为沐云的结束 而骤然停止下来 二人相视一眼 那脏青此刻一步跨出 看住众人 道 我认输 认输 此话喊出 所有人都是一正 二人似乎不分胜负 怎么脏青突然认输了 而此刻 毒王和叶王两人相视一眼 没有多说 风玉儿此刻恨恨道 可恶 这两个家伙 计算好的 不费力气 保留到最后时刻 与你交手 无妨 沐云淡笑道 恐怕他们私下比试过了 柳相应该是实力超越脏青的 所以才会让脏青认输 柳相与我交手 穆大哥 抱歉 有什么抱歉的 沐云笑道 不管是谁 踏平了就是 此时此刻 沐云一步登上擂台 既然如此 比试继续进行吧 柳相和沐云 进行最后一场角逐 胜者 将拥有一次机会 挑战七大统领之中的任何一位 玄策子没有多说 而此刻 众人目光 则是聚集在沐云和柳相身上 这两人的比试 将决定谁能够出现 看来你们准备得很充分 柳相面部改色道 没想到 风玉儿找来了你这么一个帮手 倒是 不如你们准备得充分了 沐云笑道 难得 独王和叶王能够联合起来 对付狱王 只可惜 很不巧 你们碰到我了 是吗 柳相此刻手中一柄长枪出现 看来你也是用枪的 倒是不知道 你的枪术如何 我想应该 比你强那么一点点 此话一出 柳相吃笑一声 不再废话 直接杀出 两道身影 顿时交手 轰鸣声 一道接着一道响起 所有人都感觉到 两人之间的碰撞 如何惊人 没想到 是两匹黑马杀到最后 什么黑马啊 独王显然是早有准备的 柳相一直藏着 直到现在才放出来真正实力 玉王那边 沐云估计也是藏着的后手 这次 估计七大统领 要有一个挪挪位置了 如果沐云胜 恐怕七统领是必要让位了 倘若是柳相胜 六统领应该是要挪威了 场中众人此刻皆是 议论纷纷 圣王中魏晋巅峰 与圣王小魏晋巅峰 居然能够打得如此难解难分 这是谁也没想到的 玄策子此刻站在 天青双族长身边 低声道 死子的赤灵 颇有古怪 哦 之前玉王殿下请我出手 将赤灵提接 我发现 那赤灵虽是火煞灵铁铸造 可是内部符文 居然是九阶符文 这赤灵 只怕并不是那么简单 玄策子冷静道 而拥有这么一柄盛气的沐云 恐怕身份也不简单 不过玉儿与我谈过 此子来自人界 你也知道 人界没落 当年第一神帝风采艳艳 与风天神帝争辉 可是最终到萧身语 人界就此彻底没落 此子身份不简单 但应该不会对玉儿不利 若是对玉儿不会不利 那对我天经玄蛇异族 便不会不利 听到此话 玄策子点点头 只要此子对玉儿好 与我天经玄蛇异族来说 便是一柄利器 天青双徐徐道 之前紫灵族来人 特地点名了沐云 拥有很大的兴趣 似乎颇希望沐云 到他们紫灵族内笑里 哦 玄策子微微一愣 似乎 沐云帮助他们紫灵族 找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莫非是紫灵血绝 玄策子神色微变 提起紫灵血绝 天青霜也是有些摩缩起来 不管如何 此子与玉儿情同兄妹 这些年来 玉儿因为兄长生死 一直郁郁寡欢 这些时日 我从她脸上看到的笑容 比以往多了十倍 族长对玉儿殿下 果然是疼爱有加 那是自然 将来我这族长之位 还要交给玉儿 玄策子点点头 不再多说 风玉儿体内 身怀天青玄蛇一族 历代祖先的金破 单单是这一点 风玉儿的身份 对于整个天青玄蛇一族来说 便是意义非常 而且 身怀先祖金破 更像是先祖之隐一般 天青玄蛇一族 对此十分重视 所以风玉儿 在整个天青玄蛇族落内 都是备受尊敬 此刻 鄙视似乎显得有些白热化一般 柳相层出不穷的攻击 招呼向木云 可是偏偏一门枪决 木云防御的滴水不漏 这注实是让所有人都觉得十分惊讶 砰 一道砰响声响起 两道身影一触即开 此刻 柳相目视木云 杀意血红 小子 有两把刷子 彼此彼此 木云手握长枪 微微颤抖 圣王小魏晋顶峰和圣王中魏晋顶峰 毕竟还是有差距 若非他在三元界内 一切所得 灵绝 包括的元书 人元笔 天元晋 以及十大明鉴 古顶皆是揉入到天地轰炉内 淬炼为自己一身精气 促使自己到达圣王境界之时 气息强大无比 这场比试 他早就输了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的修为无比扎实 加上顾灵枪决这等古圣决的强大 面对柳相 他才有底气 接下来 便不陪你玩了 柳相此刻长枪收起 背后无相门 悄然浮现 那无相门 嗡嗡旋转 一股强大气息 淡淡闪烁而出 之前 就是这无相门 斩杀了江明 木云看到此门 谨慎起来 士林握在手中 可却是暗暗准备住 而这一刻 木云心中却是阴阴期待起来 不知道吞噬之力 能不能把柳相的天道法门吞噬了 不知为何 看到柳相的天道法门之时 他心中总是有一股吞噬的想法 受死 刹那 柳相俯冲而下 无相门此刻打开 一股蜂拥的原力 彭扶式扭断了时空一般 冲击向木云 那就试试看吧 木云直接一步跨出 双手之间火焰弥漫 地火天爆 刹那之间 一道火焰 凝聚汇集 强大的炽热力 弥漫在整个无常 这火焰 悬策子此刻一震 到 有一丝圆火的味道 爆 木云此刻毫不客气 一手挥出 轰鸣声 在此刻彻底炸裂开来 强大的爆鸣声 让所有人都感觉到热浪扑面而来 吞 柳相此刻一步跨出 直接杀出 这一吞 使得他感觉到自己身体内 彭扶火焰燃烧一般 炙热难当 这是什么鬼东西 柳相面色微变 木云却是忍不住笑道 吞 那你继续吞 不死神火 此刻凝聚成火莲 一道道打向柳相 无相门在此刻 不断将那些火莲吞噬 可是逐渐的 柳相确实感觉到不对劲 体内的燥热 越来越强烈了 无相门 死无相 柳相声音落下 那无相门在此刻 居然是彻底分解开来 化作一道道柳叶一般 风锐之气 即便是隔着距离 也能够感觉到 一道道柳叶一般的无相门 尽数杀相沐云 去死吧 柳相此刻已经是破了一击 此等情况下 没有任何留守可言 否则 败的可能是他 倘若是败给了沐云 那统领之位 都是虚谈 两位王帅 也不可能放过自己 看到柳叶吹来 沐云知道 这是柳相最强大的能耐了 此刻的柳相 已经是彻底历劫了 既然如此 那就试试这个好了 沐云此刻微微笑了笑 刹那间 双手之间 各自出现一朵莲花 只是那莲花 却是呈现出黑色 闪烁着黑色光芒 宛若火焰跳动一般 而事实上 那也正是火焰跳动 不死神火 凝聚而出的怒莲惊心 这也是大梁圣鹊剑中 最后一击杀招 以不死神火急速凝聚 存放在黑莲之中 不断地挤压 挤压 挤压到极致之时 便是黑莲绽放之时 而那等不死神火爆发的威力 将会是纯粹的不死神火 十倍不止 只不过 怒莲惊心 也是沐云第一次施展 到底威力如何 他并不确定 可是现在 是检验的时刻 怒莲惊心 爆 手掌一挥 两颗黑莲 直接闪烁而出 一左一右 杀相柳相 轰轰轰 沙那间 整个五场之上 轰鸣声震耳欲聋 所有人都是感觉到 耳朵彭扶被震聋了一般 相较于那强烈的轰鸣声 炙热的火焰 才是最为恐怖的 第2411章森罗死印 糟糕 看到这一幕 天青霜也是脸色微变 急忙手掌一挥 沙那间 一道原力凝聚的掌印 在此刻直接盖了下来 轰 掌力盖下 那磅礴的爆发 在此刻尽数被笼罩在五场之内 四周众人 此刻皆是心惊胆寒 这是什么样的盛觉爆发 如此强横 而相较于这场恐怖的爆发 众人更加期待的是 两人到底是谁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此刻 尘埃散尽 一道身影 傲然站定在擂台之上 而在另一边 那一道身影 此刻却是弯曲着身体 喘着粗气 脸色略有些苍白 正是木云 木云此时此刻看起来 彷復带着一丝疲惫 整个人的状态都不是很好 在其对面 柳相确实身躯挺拔 一双眼睛瞪得滚大 直视身前 没成功吗 风玉儿此刻呢喃一声 眼中带着一抹苦笑 想来也是应该的 毕竟柳相可是圣王中未尽顶峰 其余人等看到这一幕 也是心中惊骇 两人交手到达这种地步 没想柳相依旧是扛下来了 木云的攻击 这确实是让人感觉不可思议 安息吧 木云此刻笑了笑 一句话落下 扑通一声 突然响起 那柳相的身影 此刻轰然倒地 死了 柳相死了 这一瞬间 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 风玉儿更是一激动 双手紧握 指甲发白 赢了 原来赢了 那柳相 已经是没有任何气息 而此刻木云吞噬之力 不动声色的爆发 柳相体内的气息 被掠夺一空 加上之前 楚元山身体内的精气 两者皆是圣王中未尽 柳相更是中未尽顶峰 木云净数吞噬全部精气 汇聚体内 直接冲击四肢百骸 一道道的圣王之气 凝聚 加深 瓮 这一瞬间 圣王小未尽高峰 到达圣王中未尽 木云此刻呼了口气 一股澎湃的气息 由体内诞生 天道法向轮回之门 此刻豁然大开 一道道来自无尽虚空内的原理 灌注体内 强大的力量 彭扶在此刻彻底凝聚成本源 汇聚到木云身体内 圣王中未尽 圣王之气弥漫周身 已经是彻底凝实 展现出强大的威压 谁也没想到 此时此刻 木云居然是直接突破了 彼市结束 玄厕子看向木云 开口道 第五队 木云获胜 木云 接下来 你拥有挑战一位统领的权力 玄厕子徐徐道 你准备挑战谁 此话一出 在场七大统领之中 蔡深和筹明坤两人 皆是呼了口气 木云获胜的话 他们的统领之位 是不会受到威胁了 而此刻 大统领重雷 二统领拱亮 三统领元雄三人 却是脸色平静 即便木云斩杀柳相 可是他们三人 乃是圣王大魏镜 想来木云不会这般无趣 挑战他们 四统领赃蓝 此刻眼神微闪 他意识圣王中魏镜顶峰 木云说不准会挑战他 而七统领魏通 更是眼皮跳 他可谓是七大统领内最弱的 与筹明坤相当 皆是圣王中魏镜 木云最大的可能 便是挑战他了 我挑战七统领 魏通 木云手掌一指 此时此刻 魏通脸色一白 果然是他啊 木云此刻却是心中明白 他之前询问过风月儿 天蛇为七大卫队 前三卫队 实力最强大 所以独王和叶王可谓是经营多年 皆是心腹 他就算是挑战成功 做了统领 手下人也会是面和心不和 应奉扬为 而第七卫队不同 第二卫队和第七卫队 乃是属于独王所管 但是独王向来是将第二卫队 当作嫡系 而忽略未通的第七卫队 这也是他最好下手的 同时 挑战重雷 拱亮的话 他并没有胜算 挑战元雄 脏蓝的话 就算是胜 恐怕也会暴露他太多底蕴 这次能够拿下一个统领位置 已经足够了 这样一来 风月儿做下三大卫队 在族内的话语权 就会高很多 魏通 应战 魏通此刻一步跨出 看住沐云 却是打心底里 恨死了沐云 柳相可谓是他的王牌 实力比他还强 本来此次推出来柳相 就是向柳相取得胜利 从风月儿手中 抢来一个统领名额 可是没想到 柳相败了 柳相说了 沐云并且突破到了 圣王中未尽 与他相当 这还怎么打 此时此刻 魏通走上擂台 可是心底却是七上八下 他根本不是沐云的对手 魏统领 请多指教了 沐云此刻拱手道 指教不敢当 魏通尴尬笑了笑 看住沐云 两人一时间面对面 居然没有动手 魏通此刻不敢动手 他根本不知道沐云到底是多么强大 而沐云却是想让魏通先动手 否则他动手 只怕魏通根本没有抵抗的能耐了 开始 看到两人迟迟未动手 悬策子此刻开口 顿时 两道身影直接杀出 沐云一拳 瞬间冲出 魏通此刻一拳相迎 轰 两道身影 步步后退 可是此刻 魏通却是脸色一白 忍不住一口鲜血吐出 我认输 魏通直接开口道 认输 沐云此刻更是一愣 他这一拳 根本没有施展出权力 以魏通圣王中未尽 接下来是完全没问题的 这家伙 居然认输了 而且 一拳而已 魏通 怎么可能吐血 废物 那独王看到这一幕 早已经是气得蹊跷生烟 虽然知道魏通不可能是沐云对手 可是这家伙 实是没骨气 居然就这么认输了 沐云此刻也是苦笑不已 沐云 一声呼喊响起 天青霜此刻站起身来 看住沐云 这次交战 你表现出色 今日开始 第七队交由你负责 同时 你乃是御王殿下队长 此次晋升统领 这天守卫第七队 便交由御王殿下打理了 天青霜目光看向独王 道 独王 你可有意见 属下没有意义 好 天青霜看住众人 宣布道 此番晋升 大家各尽其心 但凡是获得队长职位的 皆可到我族内宝典处 挑选胜绝 沐云 这第七队就交给你打理了 队长职位之下 你一人拥有生杀大权 能不能带领好第七队 就看你的能耐了 是 天青霜又嘱咐了几句 便是带着玄厕子 直接离开 沐云此刻走下擂台 风玉儿急忙迎上前来 谢谢你 穆大哥 你我之间 还需如此客气吗 风玉儿笑得很开心 仇明昆和蔡深两位统领 此刻也是打心底里福气 沐云秀为霸道 提升更是快速 当真是天总之才 穆大哥 跟我来 风玉儿笑道 你现在到达圣王中未尽 成了第七队统领 会有大奖励 风玉儿 带着沐云 直接前往天津玄蛇族深处 在那里 一座高塔 傲然耸立 它有三层 可是每一层看起来 高大阔绰 同时 有一道道淡淡的阵法波动 扩散开来 这里有一座四级圣镇 即便是我 如果贸然闯入 也是必死无疑 哪怕是圣皇高手 想要偷取 也要废好半天 风玉儿带着沐云 来到高塔下 此刻 那闭壳的大门外 一道身影副手而立 看住风玉儿和沐云到来 玄叔叔 看到那一身黑衣 面带黑纱的身影 风玉儿笑道 玉儿来了 玄侧子点点头 目光落在沐云身上 道 恭喜木统领了 多谢玄前辈 玉儿玄侧子 转身看向风玉儿 说 接下来我带着沐云 挑选圣绝 圣丹 圣寝 你先去忙吧 嗯 风玉儿看住沐云 低声道 玄叔叔人很好的 你放心吧 沐云点点头 此时此刻 沐云看住身前身影 拱了拱手 走吧 玄侧子带住沐云 进入塔内 一股强大的气息 扑面而来 这一瞬间 沐云能够感觉到 塔身内 至少有五座不同等级的 圣阵运转开来 只要它稍有异动 那些圣阵便会攻击杀来 感觉到了 玄侧子看住沐云 笑道 那你可知道 这第一层内 几座圣阵 沐云稍加感悟 徐徐道 六座 四座任阵 两座刚阵 任刚顿魁 乃是圣阵之分 任阵主杀伐 刚阵主防守 顿阵主闪躲 其中 幻阵也是属于顿阵之列 而魁阵则是即使打士 苍蓝万剑内 圣阵如同圣人之位一般 讲究的不仅是阵文的凝炼 更是需要结合天地之事 如同之前 他所布阵一般 化得成牢 落地成阵 其实这便是 以阵文与大地之事 结合而成 爆发的威力 自然不是人界内的 神阵之说所能比拟的 其实到现在 沐云心中 也是有所感觉 人界 如同是一个 缩小的苍蓝万界一般 所谓的神 乃是自称的神 得不到天地认同 唯有苍蓝万界 这等世界之巅 成圣 成君 成尊 成神 那才是真正的神 以圣入君 以君称尊 以尊封神 如此这般 让沐云也是感觉到 天地之间 浩渺无穷 那玄测子 惊讶地看住沐云 你学过苍蓝万界的 阵法之道 晚辈现在勉强 算是一位 三级圣阵师 玄测子 看向沐云的眼神 些许赞叹 其实一共是有八座 不座有两座 乃是四级认阵 你觉察不到 也正常 玄测子说着 带着沐云 穿过第一层 来到第二层 第二千四百一十二章 我可以教你 这里面摆放的圣诀 乃是天津玄蛇一族 数十万年来的积累 楼下大都是一品圣诀 到三品圣诀 于你而言 没什么用 这第二层内 大都是四品圣诀 你现在圣王境界 修行四品圣诀 再好不过 你 自己挑选 我在门口等你 玄测子话语落下 便是离开 沐云看住偌大的楼层 只觉得眼花缭乱 这么多 怎么选 万般无奈之下 沐云只好一个一个看去 小子 你这么选 选到猴年马院 龟一的声音 在此刻响起 不然呢 哎 关键时刻 还是得我帮你 龟一嘿嘿笑道 天津玄蛇一族 来历颇久 当年在昆虚界内 他们族内 有一门四品圣诀 很有名气 哦 名叫森罗死印 你找找看 还在不在 沐云听到此话 点了点头 这第二层内 圣诀名字 皆可搜索 按照指示 便可找寻 沐云果然找到一门 名叫森罗死印的圣诀 观看森罗死印之后 沐云却是忍不住 到抽一口气 四品圣诀 对原力掌控 要求极为严格 以原力凝聚为印 一印出 可灭杀无敌 最强可凝聚百印 沐 云尼难道 这圣诀 未免太霸道了 威力霸道 修行所需精力也大 归一懒洋洋洋道 据我所知 当年这昆虚界内 天经玄蛇族内 修炼成此圣诀的 唯有三人 三人 沐云这次 确实是被惊住了 小子 这门印记 可以说是四品圣诀内 最顶尖的存在 百印你就先别想了 能够凝聚五印 足以斩杀圣王大卫境了 听到此话 沐云也是忍不住 咋咋嘴 这森罗死印 听起来十分霸道 可是修炼难度 也是异常强大 强烈的挤压原力 稍有不慎 可能原力的聚集失败 便会危及自身 就它了 沐云打定主意 带着森罗死印走出 玄侧子看到 沐云的选择 也是神情一正 森罗死印 玄侧子苦笑道 这门印记 我劝你最好不要修炼 我知道你天赋非凡 可是此印记威力 很霸道 修炼之时 很有可能损伤自己 晚辈明白 沐云拱手道 只不过弱势 连这点毅力都没有 想来在这苍蓝万界内 也无法立足 听到沐云此话 玄侧子沉吟片刻 没有多说 我带你去挑选圣丹和圣器吧 玄侧子徐徐道 挑选完奖励 你便可以到第七队内认职 不过据我所知 第七队内 魏通为首 十位队长 皆是独王心腹 你想要彻底掌控第七位队 只怕需要消耗些时间了 晚辈有信心 玄侧子点点头 带着沐云离开此地 前往圣丹存放阁楼 我关你对法颇有兴趣 不知道有没有兴趣 随我学习圣阵之道 玄侧子突然说 或许你能够感觉到 在人界内 丹师和弃师 地位比镇师其实更高 但是在这苍蓝万界内 镇师的地位 却是比两者高了许多 听到此话 沐云也是点点头 究其原因 人界内 丹药和神兵 武者需求颇大 而在苍蓝万界内 却小了一些 但是阵法不同 玄侧子仔细道 例如 昆虚界来说 这东域内的矮人族 紫灵族等等 每一个部族 都是由老弱妇孺弱势 天津玄蛇一族 和矮人族交战 就算是天青双族长在 矮人族三皇出现 族长也无法庇护族人安危 此刻 镇法的强大 便得到体现 有镇法庇护我族 损失就会降低到最低 玄侧子徐徐道 镇法之道 任刚顿魁四路 每一路皆有玄妙所在 一级到九级圣镇 变化莫测 与人交手之时 以镇法攻击 躲避 逃跑 都是上上之选 你若是有兴趣继续深入 可以找我 玄侧子淡淡道 多谢前辈 说实话 他到了三元界之后 镇法一道 完全是属于自己触摸探路 若非是之前积累的深厚底蕴 根本不可能成为三级圣镇师 有人教导 那是再好不过了 你想说什么 说吧 玄侧子看向沐云道 只是好奇 一般而言 镇法之道 大能都是五柱 前辈却是主动要教导我 听到此话 玄侧子微微一正 随即淡然孝道 道理很简单 因为我 也是从人界走出 此话一出 沐云正在原地 挑选完圣丹和圣弃 沐云便是回到自己所居住之地 至于掌管第七队的事情 他并不注击 想来现在第七队内 应该也是在讨论着 怎么给自己这位新统领一个下马威 回到山峰 封玉儿在等待 穆大哥 玄叔叔没有为难你吧 没有啊 玄叔叔人很好 我刚来到天津玄蛇族内 就是他照顾我的 封玉儿嘻嘻笑道 而且玄叔叔也是来自人界 来自人界 你可知道他来自人界哪里 这我就不知道了 封玉儿再次说 不过玄叔叔在天津玄蛇族内 待了很长时间 甚至族长还未成族长之时 他就是我族内的一位独特的存在 这倒是让沐云颇感惊讶 最近我会开始闭关 消化这场战斗经验 至于第七队 先让他们自己想好对付我的法子 我再去接手沐云笑道 要想收服毒王手下的人 一点一点感化就困难了 直接震慑才是最好的 嗯 接下来一段时间 整个天津玄蛇族内 都是颇显平静 统领之战的余温 也逐渐退散 沐云整日都是在闭关之中 生死密格开启 他所拥有的时间 是寻常人的百倍 而即便如此 依旧让沐云感觉到 时间似乎不太够用 连续闭关三个月时间 沐云方才出关 挑选的一枚四品圣丹 也被他吞化下去 只不过 圣王中卫进境界 并没有太多的增加 三月时间 在生死密格内 将近百年 这百年时间 沐云可谓是一步步的 加强原力 对自己身体的控制 圣王之气的调度 到达圣位 境界提升 真的很慢很慢 这不是天赋问题 而是圣位 乃天地认可 每一步的踏出 都是硬核天地大事 单单是这一点 够耗时 这一天 沐云出关 全身上下 一股截然不同的气息 油然而生 虽说并没有境界的提升 但却是在圣王中 未尽的熟练 提升数倍 该去第七队内看看了 那些家伙 应该是准备好了吧 沐云自言自语着 朝着天蛇卫队 所在地形去 天津玄蛇族内 七大卫队 皆是拥有 属于自己的地狱 七队彼此 安闸在整个部族四周 第七队便是坐落在 天津玄蛇北门位置的 侧面山谷之间 此刻 第七队牵卫天蛇卫 或是修行 或是交流 到显平静 沐云直升而来 众人看到沐云 并未理会 该做什么 看到此景 沐云爷并未动气 魏通呢 沐云一声成鹤 传递在山谷之间 众人身影 依旧未曾理会沐云 足足等了好半天 魏通方才急忙忙来 看到沐云 顿时拱手道 参见牧统领 将大家召集过来 启禀牧统领 魏通随意道 天蛇未出任务的有一部分 闭关的有一部分 恐怕不能全都召集来了 哦 是吗 沐云笑道 一炷香时间 若是签名天蛇位 少一个 魏通 我保证让你吃不了 兜着走 听到此话 魏通徐徐道 沐统领 就算你是统领 也不能耐用职权 可别忘了组长的话 组长 说了 队长职位之上的 不可杀 没关系 那我就将不听话的人 全都贬成普通天蛇位 再杀了 沐云眼中 一抹寒气爆发 听到此话 魏通身体一抖 这沐云 根本无所顾忌 属下这就去召集 魏通此刻心中憋屈 可是毒王吩咐了他 面对沐云的命令 应奉扬为即可 但若只是应奉扬为 沐云怎么可能善罢甘休 这让他夹在中间 完全是受罪的 徐徐之间 一鸣鸣天蛇位 出现在无常上 沐云看住众人 道 我便是你们新任 统领沐云 若有什么不服气的 现在最好提出来 否则 日后与我一道行动 出了岔子 我不会手软 我知道你们都是 忠于未通 忠心于毒王 可今日开始 你们属于我沐云 属于豫王 所以 那些心怀二心的人 我留着也没用 倒不如杀了完事 人群此刻顿时议论纷纷 就算你是统领 也不能随意杀我们 我当然不会随意杀你们了 沐云笑道 可是你们若是违抗命令 或者完成不好 我不就可以杀你们了吗 是队长 我就降职位 再杀 反正想做队长的天蛇位 我想应该不少 沐云徐徐道 未通统领 你一会问十位队长 谁不服气 现在就可以退出 否则应奉扬为的话 我日后可不会留情 第2413章情冤 此话一出 未通脸色有些难看 哼 兄弟们 这位统领 我看将来必定苛责我们 倒不如我们现在就离开 一位队长此刻走出 贺道 否则日后 肯定有我们苦果子吃 没错 又有一位队长走出 哼道 咱们又不是没地去 大不了到第二队去 想来拱量统领 一定会善待我们 就是 这会时间 便有三位队长走出 好 沐云此刻点了点头 而伴随着沐云点头 在场众人突然一愣 想走的 现在可以立刻走 我绝不阻拦 而想留下的 则可以留下来 沐云平静道 我需要的不是一星二主之人 而是一星一役之人 那三位队长此刻哼了一声 直接离开 身后百人小队 此刻也是一一离开 你不走吗 沐云目光看向魏通 我不走 魏通此刻却是斩钉截铁道 笔试我已经输给你了 夺王不会重视我 两边都不是人 倒不如站在一边我 选择站在你这边 沐云看住魏通 点点头 既然如此 那你便是第七队副统领 话语落下 沐云手掌一挥 一道道身影 凭空出现 那一道道身影出现 剩余七百余位天蛇位 此刻顿时紧张起来 不用担心 沐云看住众人 说这是我的护卫 从今以后 这三百人 便融入天蛇位队内 担忧护卫 墨语 黄雁 沐不凡 这三人是我的属下 你们三人 担任三队队长 是 墨语 黄雁 沐不凡三人 此刻拱了拱手 沐云闭关 他们也在闭关 三人现如今 皆是到达圣王小魏境层次 担任一队队长职责 绰绰有余 洛天行 你为副统领 与魏通一道 管理天蛇位 尊令 洛天行 此刻也是拱手 三百古卫 本身就不需要修行 而是需要沐云 不断地解开他们封印 这三百古卫 可谓父亲 留给他的最强实力 现在三百古卫 皆是古圣层次 沐云也很是期待 这三百古卫 到底能够到达什么层次 不过既然是古族精锐 想来至少也应该是 军卫那般强大吧 重新整编 千名天蛇位站定 沐云声音平静道 今日开始 你们留下来 那就是我沐云的人 我身为统领 自然是不会亏待大家 一人一万颗四品原石 算是我给你们的礼物 沐云说着 手掌一挥 原石出现 这一瞬间 众人彻底呆了 一人一万颗 一万颗四品原石 足够他们一年修炼所需 这新统领 出手还真是大方啊 沐云继续说 在我手下办事 你们只管尽心尽力 我不会让你们受到欺负 但凡有生命危险 我必身先士卒 我只有一个要求 或者说是铁律 既然是我 沐统领的属下 那我只要是统领 你们就要遵循我的命令 否则 我能给你们多大的好处 便能让你们受到多大的折磨 仅遵统领命令 仅遵统领命令 这一瞬间 诸多天蛇位 一一拱手 一出手便是一人一万颗四品原石 新统领注视大方 沐云此刻看住众人 并为多说 这一手不过是暂且给点甜头 想要彻底让他们信服自己 显然是不够 不过来日方长 谷味的融入 要掌控这群天蛇位 只需要时间罢了 人群散开 沐云登上第七队山峰 来到统领住宿地方 亭台楼阁 雕梁画洞 颇显豪迈 看来沐大哥倒是已经有法子 解决这些人心中的不服 我倒是白白担心了 风玉儿的声音 在房间内响起 沐云看到风玉儿 但笑道 这不过是最基础的罢了 真想让他们信服 还得好一段时间 磨合磨合看来 沐大哥是信心在握了 风玉儿笑道 我这里刚好有一个磨合的办法 哦 风玉儿御守一点 二人身前 出现一张灵图 只不过这灵图 并非是整个偌大的昆虚界 仅仅只是东玉这一片而已 沐大哥请看 风玉儿手掌一指 可以看到 在天津玄蛇一族西面 有一片地域 是一片山谷之地 这里 坐落着一个种族 清渊族 风玉儿仔细道 清渊族曾经祖上诞生过一位圣地 原本也算是辉煌 可是现在没落 族类生存在清渊谷位置 以实力来说 属于顶尖的九等种族 族内三位统帅 皆是圣王及魏晋的存在 最近一段时间 清渊族开始不老实了 屡屡敬犯我天津玄蛇一族的地域 开始挑逝 听到此处 沐云确实皱眉道 清渊族虽然三位圣王 及魏晋高手坐镇 可是进犯你们天津玄蛇一族 未免太放肆了吧 放在之前 他们是不敢 可是现在 他们敢了 风玉儿笑道 木大哥可知道清渊此人 清渊使者 没错 这青年 本体是清渊神兽 归顺持妖仙子 持妖仙子来历不浅 所以清渊族是背靠持妖仙子 持妖仙子来历不浅 所以清渊族是背靠持妖惠的 风玉儿冷笑道 这最近持妖仙子突破到圣王境 所以清渊族和持妖惠就起了心思 清渊族想要扩张地域 目标就瞄准了我天津玄蛇族 族长已经释下了命令 命我和毒王夜王三人带领七大卫队 前去讨伐 势必灭除清渊族 养我天津玄蛇一族名气 免得被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挑衅 持妖仙子 沐云微微一笑 这持妖仙子可谓是与他颇有仇恨 此次李傲雪 也是为了持妖仙子来到昆虚界 不过 持妖仙子已是圣王强者 恐怕只有天青霜出手 才能制住他 圣王 在整个昆虚界内 都是可以独霸一方的强者 天青霜虽说是圣王中未尽 可是要斩杀持妖仙子 恐怕也不太可能 圣王境界 凝炼神皇之体 可聚集黄黄天气 塑造强大的肉身 难以死去 所以 要交战了 沐云转了转手腕 笑着说 我确实是最需要交战 身怀吞噬和净化两道天赋血脉 厮杀 对于沐云来说 才是最快的成长 而且 族长这次说了 封玉儿再次笑道 谁能够斩杀清渊族三位统帅 那清渊谷一片的地狱 便交给谁打理 到时候 便可自行开山立派 若是我们能够斩杀那三人 占据清渊谷 穆大哥 你可以创造宗门势力 在这昆虚界内 也能够站住脚 封玉儿认真地说 到时候 天津玄蛇一族 便是你强大的后盾 而且我相信 以穆大哥的能耐 肯定他日会超越族长 到时候 我们天津玄蛇一族 便要把你当作靠山了 你倒是相信我 那是当然 穆大哥永远是穆大哥 不屈不折 封玉儿俏皮一笑 颇显动人 穆云此刻握了握手掌 没错 现在的他 在天津玄蛇一族内齐身 若是他身份暴露 只怕死灵工会 石窑会的人 都会想要杀了他 但终究会有一日 他会傲立在这片土地上 既然如此 那确实也是可以加深 我对天蛇位的掌控啊 还有一件事情 封玉儿此刻再次说 那死灵工会内 林圣天那家伙 确实是想纳钱 不过据说 那女子性格刚烈 死灵圣王一直没办法 再加上死灵圣王的妻子 乃是死灵族的人 据说身份地位还不低 所以 那时候的婚事 也就不了了之 但是有消息说 死灵圣王似乎打算将那女子 许配给自己儿子林车 只不过现在 死灵工会和矮人族 在想着从克利斯最终 得到盘古真火的消息 所以此事便搁浅下来 但是死灵工会对那女子看管的很是严格 似乎很担心被人发现那女子到底是谁 所以一直以来 我们也没得到消息 木云此刻点点头 在这冬域内 天津玄蛇毕竟不是巨无霸的 死灵工会底蕴被靠死灵族 在某种程度上 比天津玄蛇一族更加恐怖 这件事情 现在看来 急不得了 倒是克里斯 不知安危如何 矮人族和死灵工会 应该不会伤害克里斯 毕竟他是寻找到盘古真火的关键 矮人族花费大代价 可不是买得死人回去 风雨而分析 木大哥果然还是重情重义 对此 木云只是苦涩一笑 与克里斯相处时间并不算短 克里斯的子子虽然心眼够坏 但是克里斯本人 倒是心地单纯 还有 关于苍蓝万界内的事情 我也派人留意了 不过昆虚界只是低级界面 得到有用价值消息的可能性不大 整个 苍蓝万界 低级界界面上千上万个 高级界面都是数千个 实在是浩大 风雨而苦笑道 要打听到你想知道的消息 恐怕很难 这件事情 住击不得 木云再次说 要知道外界 不是那么简单 以后再说吧 木云徐徐道 眼下 倒是这清冤族 我们必须在独王和夜王之前啃下来 嗯 木云从归一口中 了解到苍蓝万界的浩瀚 磅礴浩大的苍蓝万界 如同一块巨无霸大的世界空间 低级界面 高级界面 顶级界面 层层叠叠 而现如今 顶级界面 似乎只有九个 第九界渊界 明渊所掌控的一界 便是其中之一 只不过 以他现在的实力 想要到达第九界内 无异于是痴人说梦 第2414张玉符 其实别说是第九界 单单是昆虚界内 能够一指头碾死他的人 数都数不过来 既然如此 何必自己为自己找烦恼 正如归一所言 饭要一口一口吃 哪渊界 他迟早是要去的 为了父亲 母亲一家能够团聚 那里也要去 这一生 一步步已经是跨来 这后面的征途 若是败了 才之前的一切 都是白白付出了 而随着天青霜命令的下达 整个天津玄蛇一族 也是逐渐沸腾起来 在昆虚界内的各个种族 无疑不是随时备战的状态 此次 清渊族挑衅上门 他们天津玄蛇一族 若是怕了 日后还如何在东域内立足 三日之后 天津玄蛇一族内 足部山门前 三路大军 此刻分裂三边 天青霜看住独王 夜王和玉王三人 点了点头 既然清渊族认为 我们天津玄蛇一族 是好欺负的 那我们也不必对他们客气 天青霜看住三王 道 此次 你们三人 谁能占据清渊的祖地 清渊谷 那我便将清渊谷赏赐于谁 并且可以将清渊谷 当作我天津玄蛇一族的分部 而到时候 分部内 便交由翼王独自打理 我不会干预 天青霜 至地有声道 此次 玄策子会暗中帮助你们 若是持妖仙子赶出手 玄策子会缠住他 所以你们的对手 便是纳清哲 清东海 清芳回 三名统帅 他们皆是圣王及魏镜 而你们也是圣王及魏镜 我 期待着你们的胜利 是 顿时 风玉儿三人皆是拱手 这次天青霜 可谓是许下众诺 谁若是拿下清渊谷 便可自立山门 名义上还是属于 天津玄蛇一族 可是实际上 却是拥有极大的自主权 这便如同 人界大陆之上那些帝国一般 帝王分王败将 赏赐国土 这一手 三王任谁都不会不动 而眼下 众多族人也是暗暗猜测 夜王大人坐下 大统领仲雷 三统领元雄 四统领脏蓝 这三位 皆是实力强大 而独王大人坐下 现如今只有二统领拱亮 玉王大人麾下 则是有五统领蔡生 六统领崇明昆 以及新晋七统领墓云 表面上看 独王最弱 可是实际上 谁都知道 独王下的拱亮统领 统治有方 第二大队天蛇位 现在足有1500余位 而且实力都是不俗 甚至出现好几个 圣王小魏晋层次的 真正弱势的 反倒是玉王 别看现在玉王手下 三位统领 天蛇位数量也多 可是五统领蔡生 和六统领崇明昆二人 实力都不强 甚至没有大魏晋圣王存在 而且那新上任的七统领墓云 本身也是不过 圣王中魏晋而已 再者 第七大队重新组合 队内气氛并不好 眼下 最有机会率先攻下 清渊谷的 应该是叶王大人 队伍在此刻出发 一道道身影 排成长龙 登上坐骑 朝着西方前进 三大队 兵分三路 与清渊谷内会合 这一战 是天津玄蛇一族 立威之战 只能胜 不能败 而随着大军出发 沐云也是率领天蛇位行动 坐在坐骑上 沐云一言不发 心中仔细思考 这清渊谷 他是事在必得 天津玄蛇内 虽然风玉儿无比信任他 可是一些事情 他无法放开手脚 但若是能够夺下清渊谷 自立为王 那形势将不一样 而且昆虚界浩瀚 八等 七等 六等种族 层层地境 连古圣地此般强大 都是存在 若无根基 狠纳在如此浩瀚之地 打探消息 约么十日时间 我们便可到达清渊族地狱 到时候 只怕那些鸟人 不会轻松让我们踏步边界 所以到时候 可能会有一场交战 风玉儿 笑道 不过应该只是一场小战 刚好给你的天守卫 磨练磨练 恩 沐云这段时间闭关 到达圣王中未尽 更是凝练森罗死印 可是一直以来 都未成功 玄册子说的没错 这森罗死印 要求实在太严格了 必须对体内原力的把控 不能出现任何差池 这一路走来 从真元 到仙气 神力 元力 随着身体的强大 修行的根本 也是逐渐提升 元力乃是天地本源之力 乃是圣位之后 最适合舞者身体 吸收壮大 这是一种蜕变的提升改变 力量的度化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这一点 沐云对此也是深有体会 毕竟 每一次的冲击 更高的实力 都是需要适应 大部队沿珠路线 一路前行 十日后 出现在一片山谷前 清渊族所在之地 地形大都是山谷川流 也正是如此 此地极为适合清渊族人生活 在前进 所有人小心 各个队长 小队长们 势必抱团 小心偷袭 风玉儿长发飘散在背后 手掌挥出 一身银甲在身 淡淡道 是 蔡深 筹鸣鲲 沐云三人 也是将命令下达下去 三千余名天蛇位 此刻小心翼翼 进入山谷内 起雾了 风玉儿看住前方 微微一正 那些雾气 突然升起 过于诡异 羞羞羞 而正在此刻 一道道破空声响起 惨叫声 此起彼伏 有埋伏 风玉儿一声娇和响起 顿时 大部队散开 原力支撑起防护盾 抵挡在身前 该死 风玉儿低喝 这么大的雾气 定是清渊族搞的鬼 我们根本无法看到 他们的身影 感受到他们的气息 暮云看住四周 也是皱起眉头 徐徐道 我可以试试 雾气凝聚 并非天象所致 乃是人为的话 或许四灵神火 可以起到功效 身影飞驰而起 一步跨出之间 刹那 暮云手指间 青色的火焰 蔓延开来 食指挥舞而出 那青色火焰 凝聚成一道道丝线 瞬间 扩充成一道巨网 直接铺天盖地而下 滋滋滋滋的声音响起 伴随着火焰弥漫 那些雾气 此刻被圆火烤制 顿时烟消云散 众人顿时看到 身前只不过是 上百道身影 一个个手持弓箭 正在瞄准住他们 杀 风玉儿此刻哼了一声 瞬间 大军找到目标 直接杀出 三千余人面对上百人 结果不言而喻 这些家伙 看来前面会有不少阻碍了 风玉儿冷静道 恐怕 这些家伙 是提前得到讯息了 不过如此的话 倒是 不怕了 沐云却是突然淡笑道 当真他们得到讯息的话 看来倒是不会 直接将大军 放到一个方向 进行抵抗 听到此话 风玉儿也是点头 菜身统领 属下在 你派前五队精锐小队 前去探路 回来再报 是 大军继续前进 只是这次 却是更加谨慎 连续三日 小心翼翼 大军距离清渊部落清渊谷 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可是这一路而来 众人并未遇到什么危险 反而显得过于平静 这天 大军驻扎在一片山谷内 风玉儿 菜身 筹明昆和沐云四人 坐在一处 风玉儿取出灵徒 道 我们现在距离清渊族的清渊谷 不过半天路程时间 可是这些家伙 倒是能忍 居然还不出手 或许 他们在准备叙利遗迹 筹明昆认真 恩 风玉儿再次说 菜身统领 筹明昆统领 你们二人经验丰富些 就多做指导 木统领第七队 目前内部还有不少问题 你们两位多帮衬些 那是自然 菜身笑了笑 若非是木统领 我们两人只怕 现在还不能做到一处呢 嫡媳 嫡媳 突然 一道道 赫声在山谷四周响起 刷刷刷 这一瞬间 只见那山谷四周 一道道身影冲刺而出 仔细看去 至少五千余人 最低也是古圣层次 如此数量 实属罕见 哈哈 玉王殿下 许久未见 没想到你我再次相见 倒是在这交战场上 一道哈哈大笑声 在此刻响起 那大笑声落下 顿时山谷之上 一道身影 傲然站定 那一道身影 身披甲皱 略显消瘦的身躯 给人一种磅礴生机之胆 圣王极未尽 在这东域内 圣王极未尽 足以称得上是强者 青芳回 看到那身影 风玉儿眉头皱起 看来 青渊族并不是怕了 而是再次第九座等待 玉王殿下 听说统领之战 你可是收获了一位汉将 看来就是他了 青芳回目光看向沐云 带着一丝冷傲 且 不过是圣王中未尽而已 那青芳回身侧 一名青年痴笑一声 哎 青明 不可小觑他人 好歹人家可是天津玄蛇一族的统领之一 若是众雷和拱量 倒还能让我正视一点 青明咧嘴笑道 区区一个中未尽圣王 我实在是提不起的兴趣 风玉儿此刻一步跨出 鹤道 看来你是早就准备好了 既然如此 那就别废话了吧 天蛇位 杀 一瞬间 三千天蛇位 直接冲向山头 青芳回此刻嘿嘿宁笑 青明 青冬天 青冬明 那三位统领 就交给你们了 我们尽量一炷香时间解决 三道青年身影 在此刻直接杀出 风玉儿脸色冷漠 小火É 小火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